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司法院针对以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关案 衍生地方自治条例遭宣告无效 探讨宪法地方制度法下地方自治权之保障 进行单题报告并被执询 本次会经行政院副命日长何贝山等报告 委员杨成英等30人提出执询 军经行政院副命日长何贝山及所属等 提起答复说明 另有委员 吕明哲 张其路 马文均 翁重金等 四人提出数认执询列入记录刊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令以数认答复 决定一 报告及寻导完毕 二 委员寻寻询会及答复部分 会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进出与数认答复 上会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二案起宣读 处理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 预算冻结数认报告案继两案 第一案 简送该会决一 预算冻结二十分之一 数认报告 二 简送该会决一二 预算冻结十万元数认报告 宣读完毕 报告事项第二案所列 处理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主管冻结 继两案 军系送书面报告时的动资之案 书面报告已经送来 预算同意动资并提报院会 刚刚我们宣读完议事录的话 我们各位委员上次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 我们就确定好不好 好 我们继续进行专题报告 请宣读 邀请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就政党及其附所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制调查 处理追征情形 进行专题报告 并被咨询宣论币 好 我首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现场的委员跟官员 现场的委员有 王美惠委员 汤慧珍委员 审发会委员 好 谢谢 罗美玲委员 陈玉珍委员 还有我们司命委员 好 继续 我们介绍官员是 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峰郑主委 还有施警方副主委 主纪员丁佑珠 因为今天是预算 还有行政组廖炯志组长 行政院主纪总处 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是 许嘉玲专门委员 好 好 现在先请 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 林主委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大家早 今天应邀前来 是就本会109年度的 预算冻结案提出报告 依照大院审议本会 109年度预算案 所做成的冻结预算 怎样报呢 业务报告就好 好 以下就业务进行报告 本会成立到现在大概是超过三年半 共举办了23场听证 三场预备听证 并依照调查情形 做成16项的处分 到目前为止 政党及负责组织 应遗传的土地面积 大概是11万2000平方公尺 应该返还的财产价值 合计大概是760亿元 其中实际已取为1200余万元 还有5000多万是提存在法院 合计大概是6500万 本会做成的行政组织 内容大致上是 第一 认定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玉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青年救国团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财丸法人民族基金会 财丸法人民权基金会 财丸法人国家发展基金会 等9个负水组织 最为财产的部分 主要有中央国民党 应该移转他持有的 中投公司 还有新玉台公司的股权为国有 价值合计大概是272亿元 复联会应该移转 合计388亿元 之财产为国有 中管公司应该移转 11万平方公尺的土地 还有699平方公尺的建物为国有 另外向中管公司追赠 新台币77亿元 接下来还有向中央国民党 追赠转战波用国有房地 就中央党部大楼 还有大厦大楼的价额 共计约27亿8500万元 以上为本会就政党及负责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 处理与追赠情形之报告 具体请参阅相复见 很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 谢谢 好 我们报告很简洁 那报告结束 我们现在就开始寻答 今天寻答时间照旧 还是委员还有别的意见吗 没有 所以他报告很简洁 我们寻答要缩短时间吗 不用 一样 好 来 那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加二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加二分钟 我们截止登记的时间是十点半 临时提案截止提出的时间 今天看起来好像也十点半就可以了 好 我们也是十点半好不好 临时提案截止时间也十点半 然后我们在寻答完毕以后处理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赖会员委员发言 我们请省发会委员发言 请临主委 请临主委 委员长 主委你好 这个 这个我们 党场会到现在这样子 大概成立三年半多了 三年半多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这三年半多要处理这个 五十年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可以想见这个 尤其这个 这个在过去威权时期一直到现在 这样子整个错综复杂的 这样子的资金 它的组织形态 它的这些所有的这样子的 一些不当党产的一些资金流用 我相信相当的复杂了 那我们过去三年半的时间 可以说 大家社会也对我们党产会有相当的期待 希望说能够看到党产会做出一些成绩 那我想刚才这个我们整个在报告的过程 我们是相当的简短了 可以说是大概把这个原则上的问题做个说明 所以我现在接下来可能就有一些 我们社会上所关心的问题 来这边来请教我们主委 第二就是说我们 这三年半来 我看我们的这个 刚刚的这个报告 施政报告里面 我们业务报告里面提到就是说 我们整个希望这个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查出 而且我们所这个 这个希望追征的这个目标 是768亿是不是 是的 对 那这个经过三年半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调查 出来的这个目前的不当 党产 我们目前希望能够 追征返还 回复的部分 总目标是 768亿啊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是768亿 那我想请问主委 到目前为止我们 追回了多少 现在目前实际上追的是1200多万 那其他的大多数的金额 都因为在诉讼当中 对 所以我们目标是 768亿 但是其实我们目前 真正追回了 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1200万 占几% 是0% 千分之1.5%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对于不当党产 其实这个 这个整个不当党产的 这个我们对于 目前这样子不当党产处理的 的目标 我们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说一个转型 它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在过去这个 这个党国部分的时代 以及这个我们过去 这个威权体制戒严时期 这个独裁统治之下 一党专政的情形 所以使得它这个党国之间 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资金的流用 有很多 就一个正常民主制度来讲 不是一个正当政党 应该所拥有的财产 以及它整个取得的过程 有这个不当 甚至非法 这些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厘清以外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转型正义里面 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转型正义的期待 那我们这样子目标 768亿 结果到目前为止 三年半的时间 才追回千分之1.5 这个才追回1200万 但不是说我们党产会 不用心不努力 我知道说很多的部分 目前卡在诉讼 因为每一个我们追逃每一笔 我们认定每一个组织 认定每一笔 他就开始就跟你诉讼 所以几乎我们这个 这个好像 我们的党场会目前的角色 好像变成 变成 这个司法的前置单位一样 我们做什么认定 认定之后一定就进入司法程序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说 我承认我是负水组织 所以我就 你要叫我 拖多少回来 我就拖多少回来 目前是没有嘛 所以 这样子我想说这个部分 是不是法治上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检讨空间 还是说我们永远以后就这样子 而且甚至这个司法的结果 我们也都无法预期 目前确实是 所有案件都在法院诉讼当中 但是 我们必须先说明的是 我们是法治国家 我们做的每一个处分 其实都牵涉到 财富权 所以我现在要问 他必须去诉讼 他有权力去诉讼 对我知道 我现在要问主委 就是说 这个 有权力诉讼是没有错了 但是这个 目前的法治 我们在整个 这三年半的情形中 我们有没有检讨到 我们在法治上面有什么问题 现在事实上 现在司法 它其实只是一个部分 我们目前整个追讨党产 之所以 我们现在的整个 整个 追回到现在不到千分 千分之二 现在才千分之一点多 它最主要卡了几个问题 司法是其中一个 司法包括它这个 你们党场会自己在网站上面提到一个成语 叫做本次淡大 本次淡大 主委要不要跟大家 因为在教育部的国语字典内 我也查不到这个成语 本次淡大 你是不是跟大家 说明一下这个成语 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成语教学 今天我们就来谈本次淡大 这个就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法院的法官 他就接受了原告的说法 然后他说这个党场条例 可能有违宪之余 那就先要送去 这个大法官申请解释 那大法官申请解释的 这个程序很长 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事 所以本次淡大 这是你们在网站上面引用的 知道 本次淡大 意思是说本来我要斥责你 本次淡大 但是他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标的太大了 这个是指的是在停止执行的部分 那法院最近比较新的讲法是说 这个金额很大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慢一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我觉得 当然我们就司法上面 司法有司法的判断了 不过 其实你说金额很大 你就不当党产来讲 或者说你就民间诉讼来讲 好像 个人财产来讲好像很大 但是事实上 所有的商业纠纷 他的标的在执行上面 比这个 比这些金额 大上十倍千倍百倍的 我看 也不会说因为 他的金额过去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之间的海商贸易 我们就先 我们的执行 我就不能执行 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不是站不住脚 那有一些民众对这一点 对于法院判断的标准 是有些质疑 我想这个啦 这个司法 司法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 冻结这样这么多 大概都卡在司法 所以让我们三年半以来 我们任期快要到了 林主委 这个 今年八月之后 你还会不会继续担任这个职务 实在 大家也不知道 那对你来讲 这个历史定位 大家 对你过 这个三年半前 对你担任这个职务 不是有一定的期待 你现在只剩下这样的期间 我们现在目前追回总共 七百多亿才追回一千两百万 因为诉讼会延宕 其实有主要的原因 我刚刚有稍微提到 因为在申请视线当中 那如果说 大法官针对这个案子 有一个处置的时候 那么 至少在法院的部分 他就不会再停止诉讼 所以诉讼能够往前推 到底是赢是输 就证据的判断是 所以主要就是卡在视线嘛 视线目前一直延宕在这里 我现在没有办法很积极的进行 他的理由是说 但是 但是事实上司法上面 这样子也不是理由啊 呃 释线案他不会 他不应该造成 因为法院接受 造成这个我们 我们 就征送的案件 释线案的程序 应该不会对 征送案件 造成实质上 程序上面的延宕啊 释线释线是法定 停止诉讼的室友啦 对 他是啦 对是啊 但是争取释线 目前释线 所有的案件都牵涉到释线吗 因为他说 呃 A案申请释线 那B案就说 他的状况跟A案类似 所以他 他也也也也慢下来 对 所以现在全部都整个卡在这里啦 对 互相会卡住 我跟这个这个主委讨论啦 司法卡关是其中的原因啦 另外还有原因就是 地方政府实在是不配合啦 我们的这些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很多不当党产 他事实上 他的权力义务 相关当事人都牵涉到地方政府 像我们 大家现在 大家热门讨论的这些 这个国发会的开发案 这个 这个地方政府 他也是 也是继续发造啊 我们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这个金山 青年活动中心 他也是 继续续约啊 继续租约啊 这些都是已经被我们认定为 这个不当党产跟付水组织 他还是继续 继续 甚至还有的还可以继续开发票 还可以继续买卖土地 按照 按照你们这个 这个2月25号84委员会 84次委员会会议记录 有关这个 中投 他的子公司 子公司这个 这个 玉台开发 他在台南 这边还是在做 两笔不动产土地的公开标售啊 有关于 新玉台或中投 他的财产目前呢 呃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管之中 那他如果要处分是要去经过 经过我们的许可 对 但是 但是他事实上 中投的子公司不是新玉台 玉台 玉台开发10月股份公司 他的这两笔不动产土地 他还是在公开标售啊 是 所以是经过你们的同意 对 我们会衡量 你们会衡量 你们会衡量 我看到你们在这个 2月25号的这个会议记录里面 针对这样子的案子 你们的决定 你们的结论决定是 恰息 你们跟大家说明一下恰息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如果要处分的话 要经过我们的许可 我们 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 我们会去调查 他这个特定财产 我现在问你 报告是 你们这里面有关于这个 这个 中投他在 他目前还在公开标售土地 这部分你们的结论是 恰息 请跟大家说明恰息是什么意思 有一些是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许可的部分 他的土地 但那个 比例占得很低啦 那他那些土地 或者房屋他 标售之后 他会要告诉我们 他卖了多少钱 所以恰息就是我们知道了 恰息就是我知道了吗 被查的意思 这是我知道了吗 所以这么多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知道了 现在时间没有了 我跟主委大概说 大概说 说几件 我今天整个 整个要跟你讨论的事情了 你们是很辛苦 没有错 而且这个也 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但目前第一个就卡在司法上面了 这个事件案一直不下来 这些所有的这些 这些所有的这些诉讼 所有的这些财长 没有办法处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是地方政府的不配合啦 我们的听证会 地方政府有来参加吗 很多甚至连参加都没来参加 听证会也不参加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做成的这些行政处分 地方政府他也不给你认定 他继续 继续跟他们执行所有的合约往来 甚至委托经营 甚至这个租用 那甚至这个土地开发 这些变更建造 等等这些都地方政府 他事实上 说得不好听就是 看你们党产会没啦 没在忧烈人啦 看你们没啦 就是这样啊 结论就是这样啊 对吗 这第二个啦 第三点就是你们自己啦 你们自己有这么多这种 跟他们这些附水组织在他们后门 接下来跟你们每一笔要跟你们协商的时候 你们都很轻易的很简单的 就允许了 只告诉他们说 恰息我知道了 我知道啊 你们继续 给你们继续付吧 这就是目前 党产会在处理这党产问题的三大问题啦 司法 地方政府消极抵制不配合 第三就是我们自己恰息太多 是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本次弹大 所以我们自己就所有包发这些 这些 这些 土地标授 这些情况 我们都来 他们来跟我们协调 我们都放他们过 你这样 你当然你英文土不回来啦 就第三点的部分要跟你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监管的附水组织 他的名下的财产 如果要处分是要经过我们的同意的 那我们要同意之前 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调查 当我们确认这个 没有去除了不当取得的一意之后 我们才准许他处分 所以恰息的意思 并不是说 我们随随便便就说我们知道而已 而是之前 有经过很多的调查 他有很多来申请处分 我们有准的 对很多没有准 但是也很多你们都准了啦 那准的部分表示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民间对于这个 这个转型最不满的原因啦 对于我们这个党场会的这个 这个目前的绩效齁 民间看不到这些努力的过程 他们要看的是成果 我们成立一个党场会快要四年了 一个任期快要过了 大家要看的是这四年的成果 过程努力的辛苦 固然我们大家 我们 我们大家知道 但是民间大家在意的 不是你们辛苦不辛苦 而是你们有什么成果 以上 好 请赖会员委员咨询 是 谢谢主席 主委 好 请您 主委 主委早安 主委我想 在2016年8月 我们的党场会成立了 其实清查不当的党场 向人民交代 这个是民进党 一直以来 要对台湾人民的一个交代 那也是我们自己 我个人一直认为 就是说 这个政党是足以托户 让我可以全力以赴 那我想 在将近三年半的时间 整个党场会的一个硬作 我不知道你个人满意不满意 我们很努力啦 但是我们不敢说满意 不敢说满意 非常的努力 那陈主委 审判会委员讲的 就是说党场会认定 你应该要还 而不还的不但党产 现在有760亿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760亿 成功追回来到国库的财产 才不到1200万 在这个过程里头 占的这个比例 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那主委 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想不是 你满意不满意 我想很多人民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来讲说 在当初 当初就是说 在国家威权的体制之下 特定的政党 利用他当时一个 最大的一个控制力跟影响力 把原来应该是属于国家的财产 直接转移到 他们自己的政党 为他们自己的一个财产 藉由庞大的一个财务资源的优势 从事不公不义的一个政党的竞争 那影响了 防害了我们国家的一个 民主政治的一个 健全体制的一个发展 所以大家对党产会 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期待 那你认为这样的成效 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是不是 我说明一下 其实党产会开始的时候 他第一个任务 是把目前看到的 这些不当取得财产的运用 把它停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很快 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不让财产 能够调查的部分赶快调查 能够认定 初步做一些简单的认定 让这些财产不要再被误用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所谓的哪一些财产被冻结 被冻结 那包括我们认定的负水组织 是哪一个政党的负水组织 那不管它是公司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团体 它的财产也被冻结 那这个是我们 要用最快的速度去做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 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去认定说 这些财产到底最终 我们认定是不是不当取得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 很清楚地提出证据 所以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 很详细的调查之后 我们提出证据做成处分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我们做成处分 表示我们有信心 我们应该要做的 认为是那个就是不当取得 可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你们已经是 就是说成效卓业 我刚才说 我没有说我们满意 我只是在说明说 我们做一个处分 我们要对社会对国家负责 那么这些一定有相关的证据 那这些证据有些时间非常长 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寻找 包括可能 可能藏在某个政党的 调查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缺了 什么样的一个 调查的政策上的一个工具 还是法规呢 就诚如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法院 法院有很多法官 只要收到这样子的一个 分到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他都提出来就是说 我希望来视线 你手上是不是很多这样的案子 也不是很多 但是只要有一两位法官去提 那这个案子就会被停下来 那其他的法官 其实他就慢慢慢慢慢慢 他就 大家就观望 所以就会造成 你很多的进度是影响的 没有错 是 所以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说 你曾经说过 视线是党产议题的最终的一个结战点 主委 党产条例真的有违线吗 我们当然不认为他有违线 你不认为他有违线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都 这个整个 就是审理的进度 严重的一个牛部化 那你认为是法官不尽责 法官他依法 他有这个权限去生于视线 现在就是说 在大法官那边 已经 大概停留了 超过一年吧 超过一年 应该是将近 应该超过一年半了 那这个时间拖的有点长了 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说 大法官那边赶快也会有一个结果 那让法院的诉讼能够进行 法院诉讼进行有一个好处 不只是速度而已 法院进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证据 必须在法庭做攻防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清楚 所以你会觉得说 真理会越变越轻 那主委我想请教你 现在还有几笔土地是在 几笔案件是在申请那个视线当中 现在大概有 原则上大概有三个案件在申请视线 哪三个案件 大概是中投公司跟互联会的案件 中投跟互联 那还有一件呢 中投有两件 中投有两件 中投那两件 我今天就是要针对的就是 国发院的这一个土地 这个开发案 跟你做出了一个沟通 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笔土地 它可以透过就是 本来是行政区 后来变为一个机关用地 又可以再把它从这个机关用地 变成住宅区卖给建商 从马英九政府时代 一直到柯文哲市长 这个过程里头 你认为有没有违宪 有没有不划 这个案子我们在过去做过两次的听证 其实有应该大部分的事实 我们都已经揭露了 那最近我们也在积极在 我们应该是在下个月初 我们应该会再做第三次的听证 那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是 你这个已经是第三次的听证 你这个听证程序在跑的时候 你台北市政府还是一样跟你花见照 台北市政府 他我们已经去参加过 他两次的这个审照的这个会议 我们都提出这个意见 包括监察院在去年底的时候 曾经也就这个案子 也最后提出纠正 其实我们意见很简单 这个案子的所有主力的所有权设计 这个案子到最后 你会不会也是一样 你的落款也是一样是恰息吗 不会啦 不会 我们下个月初 就会再进行下一次的听证之后 如果相关的证据收集 我们认为成熟完备的话 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会进行行政处分 但是这个事要等到 这个委员会要做 那也不会本次弹大 这个是法院的权责 这个是法院的权责 就不便再多说 主委 我再请教你 在我们马英九 前市长马英九时代的时候 他针对着国家会 他把机关用地变为住宅用地 在这里头 在你们的调查里头 有没有不划 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 是对这些东西都提出质疑了 但是我刚刚说 他是单独变更 那他这个变更 他其实基本上他就是要买卖 他就是只有地主教材就是国民党 对嘛 所以因为现况 如果是正常的都市计划 那个是整笔的一个讨论 可是他是单独的一个 一笔土地的一个讨论 所以这个问题就呈现出来 很多的一个矛盾 有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在之前的听证里面 其实我们都提出质疑了 我要必须要说明的是说 如果我们针对这个内容 要做进一步处理 我们必须委会决议 我们就会正式做成处分 那做成处分之前 我们相关的资料 跟证据要收集完毕 好 主委我再请问你 严厉建设是不是为善意的第三人 从他买地的钱看起来 他实际上成交金额 跟原来国民党去委托建价金额 有一个落差 落差多少 差了多少 可以买比较便宜 主委差了多少 国民党的估价是58亿多 对 那他实际上买到的金额是38亿多 那差了20亿 这个这么大的一笔土地 差了20亿 有没有一个争议 当然是有争议 这个我们之前在听证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提出来 所以你们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是的 好 那主委 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就像社会大众在看的 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论里头 那我们其实对党产会 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因为在转型 落实转型正义 就是要靠你们 用每一个结果来表现出来 给台湾的人民来看到这一个结果 所以我希望 你们再加把劲 再努力 再努力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也请那个党产会 针对的国花 那个国花院 这个土地案的一个调查进度 跟后续的一个追讨 在一个月提出 书面的报告给本席 好 谢谢 谢谢 好我们继续请林思敏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请我们主委 好请林主委 委员咨询 来主委 主委 主委 我想这个 我们党产会成立三年多了 那当然这个 呃 党产会啊 我个人认为 也是一个任务型的委员会啦 当初贵会的成立 不然就是有很多的争议 那么现在整个 呃 三年多来 整个业务的执行的一个成果 当然刚才主委也讲得很清楚 在业务报告也讲得很清楚 那贵会认定说 呃 这个 党产大概有七百六十亿左右 那现在追赠回来的 有大概一千两百多万 还有很多的土地 那呃 当然现在 当然整个业务的执行 我们觉得说刚才不管是审委员 或者是赖委员的一个质询 我们都了解到说 整个都因为司法的诉讼 所以现在都在延宕嘛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当然这个案子在释线 就是这个现在很多的诉讼案呢 因为法官停止诉讼 那么并且申请释线 当然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争议啦 因为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说 党产会 它本身就可以透过一个听证的程序 当然是依照我们这个 党产条例的一个规定的 本院三读通过的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可以经过 听证的一个程序 然后就去认定说 这个政党的财产是不当的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整个听证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就可以说某一个政党的财产 是属于不当的 而不用经过司法的调查 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程序 当然我个人就会认为说 法官当然会觉得说这样子 好像就是有违宪之余啦 所以才会在这个贵会的一个 这个整个业务的执行 才会一直遇到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这么多的一个争议 但是我想不论怎么样 本席在这边还是要救教 主委一些问题 第一个本席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党产会 跟我们的促转会的任务 大概有何不同 请主委简单的说明一下 谢谢 其实转型正义 他大概目前在促转条例里面有规定 他大概有四个面向 那么追查党产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那只是因为立法的顺序的关系 党产条例先通过了 所以党产会就先运作了 那后来促转条例才通过 才成立促转会 因此在促转条例的时候呢 在立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 大任就把这个 党产追查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促转条例面交代说 是由党产会来行事 这个权利 好谢谢主委的一个说明 我想就是说 其实就是 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党产会就是负责 我们的调查追征 然后这个回复 这些程序 那追征回来的一个 不当的党产 就是由我们的促转会来做一个执行嘛 会设立一个特种基金 特种基金会嘛 或者是返还给这个 原权利人 给国家 返还给国家或返还给我们 原权利人 对有权利的人嘛 那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说 我们整个追征回来的 这个金额是有1200多万 那本席想了解一下 这1200多万 我们目前 这个不管是党产会也好 或者促转会 跟贵会的业务上的联系 这1200多万 现在是做怎么样子的一个处理 按照促转条例的规定 这个追回来的党产 它要成立一个特种基金 所以这个案子 目前是由促转会在 在运作当中 他们在跟行政院协调 他要在行政院设特种基金 这个基金最终还没有设立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成立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已经追回来的钱 目前是放在我们的战收户里面 现在还没有动用 都还没有动用 都完全没有动用 所以这个我想 因为金额也没有很大啦 所以就把它丢 我知道1200多万 那未来特种基金成立之后 看要怎么运用 这种基金会去规范 所以这个主委 这个感觉起来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的整个 促转会的一个 业务的执行呢 都一直在延宕 依照我们的条例 要去做的很多事情啊 我们都没有在做 就一直在无限期的延 可能会无限期的延宕啦 应该不至于 虽然说促转会现在 准备要延长一年嘛 就是到时候会延长一年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 本席啦 觉得说整个是因为先天不足 这个法律的规定 你的定力呢 真的是先天不足 后天不良 所以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点 所有的党产都要经过 我们的司法认定之后呢 才能够最后认定说 到底这个是不是 属于不当的党产 那所以说贵会 跟这个促转会呢 有关特种基金的这个部分 追回来的钱 到目前为止 完全双方都没有交集 也没有沟通 也没有说业务上互相做报告 不是这样子 当然有沟通有交集 是是说 设这种基金要在行政院设 所以这个促转会是主折的机关 他们要负责跟行政院去沟通 是 那么之后设了以后 我们设置完成之后才把钱转过去 谢谢这个都沟通好了 是 好 另外主委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这个 当然我们讲的都是政党的不当的党场 但是现在如果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政党当时在那个 党国的年代嘛 我们很多的就是说 比如说政治犯 政治犯他的 他的这个 因为犯政治犯 他的财产被没收了 被没收 那不管是土地也好了 这些他的财产被政府充公或者没收 那请问这一部分 就是说要去对人民的财产 因为这个 当时威权体制造成他的财产被没收 那现在这个政治犯假设依照促转条例 应该是不是假设 应该是真的有这个案例 他确实就被判无罪了嘛 就是被 这就是被宣告为无罪了 就反而撤销 撤销他无罪的认定了 那他的财产 那是不是 我们贵会也有去 就这一部分来做这个相关的调查 这个部分 去做追征回 就是包括当时的一些判决撤销 还有这些权力的返还跟回复 这个是在促转条例里面规定 由促转会作为主则机关 所以这个部分不在我们的权责 所以贵会完全是促转会的权责 就是只针对政党的部分 个人的财产就由 那个促转会来做 好谢谢主委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主委我的意思 我希望说党场会 除了说这个对于政党的这个财产 我们去做一个不当的一个调查 跟追征去跟认定以外 就这些相关的部分 因为毕竟贵会也是 这个先成立 然后促转会再成立 那我们是不是就这个业务有相关的部分 也可以适时的提醒促转会 因为我看促转会 好像就这个部分也没有做很大的一个作为 他们现在大概做了很多撤销判决的 撤销判决之后我了解 那我想这个谢谢主委 然后我们总结来说 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 我们的党产会 这个任务型的一个组织 那么就是在未来我们的整个四线过后之后 如果这个认定说这个贵会确实是一个 这个违宪的组织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 贵会有很多的一个认定的程序 我们认为这个跟法律的规定 跟宪法的层级还是有很多的不符的地方 我个人还是希望说贵会就很多的一个处分 要三思而行 转型正义的处置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处置 所以这个当然有它的历史的意义 所以当然 从国外的其他的案例看起来 大家也是用走这个方式 但是我们都留一个给他声明不符 去诉讼的机会 这是法治国家应该对 对这个才是正轨嘛 好谢谢主委谢谢 谢谢主席 这个还是请委员 上台下台我们跟那个主席台这边 举个工 因为我都在等 好不好意思 来罗美玲委员 请罗美玲委员质询 主席各位早安 请林主委 好请林主委 委员好 主委好 今天早上我们好几位委员所关心的 就是说我们不当党场追回的这个比例 金额 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 768亿只追回1200多万 这是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不管是说我们实际收回的 或是提存在法院的 就是只占的这其中的0.08% 那当然我们全民都非常的关心这一点 那不单单这样子像本期有看到 我们之前 也是我们不当产 这个处理委员会里面的有一份报告里面 像过去我们有些土地 有些房产被转移到其他 转移到他人这个部分 像106年107年108年都有 那像这些土地房产追不回来的 那像这个的话 我们不当产 处理委员会呢 我们就把这个呢 就送到这个行政执行署去做执行 做追征 那追征的这个整个价额 总共下来也是有将近28亿 那可是呢 可是国民党跟这个富水组织呢 他们期限到了还是不缴纳 还是不缴纳 像这个部分的话 主委你有信心说 这个钱收得回来吗 目前国民党的财务的部分 它主要是一些不动产 那大概还有 对像你这个追征价额将近28亿 你说他现在只有不动产吗 他可能现金方面可能没办法缴纳 还有一些像中投公司的股权 已经被我们认定而不当取得 对像这个的部分 你认为这个钱还是只是向前行的 我们去做这个动作 有可能我们以后追征的全部的金额 会大于国民党现在的不动产的价值 因为不动产要经过拍卖 才知道它实际上价值 我们看到都是公告限制 公告限制大概现在不到 现在有了大概不到20亿 可是我们陆续会发现 以前他不当取得的财产 譬如说旧中央党部 我们就处分了 那他取得之后呢 他又卖掉了 卖掉钱 钱他就拿走 就用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追征 是追征这个部分 对那像你这个追征的这个金额 他这个缴纳期限到了 你认了还是收不到这个钱嘛 那后续你们想怎么做呢 这部分你们能怎么做呢 呃他现在分座大概 有法院的部分 有一些他们就去申请停止执行 然后法院就准他停止执行 那停止执行 对于行政组分法院决定要停止执行 法院的认定是什么 认定的标准是说 这个有难以回复的损害 那对公益没有重大影响 刚才其实讲的时候 本次弹大其实在讲这个啦 就是说法院会接受国民党讲说 这个对于公益没有影响 然后难以回复 因为技能很大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现在执行了 以后如果他诉讼赢了 那到时候你没有办法还给他 所以这个本次弹 其实主要详细讲是讲这个啦 那法院采取这个标准 所以法院他其实是替国民党想蛮多的 其实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追悔 不单单是 应该都是属于全民的共识 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 不是只有民进党在追这个部分 应该是全民的共识 因为像过去啊 马英九前总统就讲说 108年就要党场归零嘛 国民党的前主席 洪秀作曾经也说过 这是二 就是这不当的这个党产 应该是要归还给全民 他认为这是过去 这是二法 两位前主席都曾经讲过 所以这应该是属于国民两党的 共同的这个共识才对 所以我们不晓得说 为什么在这过程当中 感觉上就是 好像是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阻碍 我们认为是这是政治阻碍 那过去呢我看到 我们不当场 委员会曾经到过德国 你们在2018年的 曾经到德国去做考察 那我有看过你们的这个 里面的一些报告 那感觉上就是说 德国他在追讨这个党场方面 是比台湾来的顺利 那便是说他其中应该有很多 值得我们党场会这边去来 借进跟去研究的这个部分 那尤其是在他们在过去 这个同一30年来 感觉上他们追讨这个党场 比台湾顺利来的顺利多 那我想请问一下主委 有没有发现说 台湾跟德国这两边 有什么地方是 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的地方 我们的阻碍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当时德国的状况是说 他立法完成之后 他在执行清查党产 他是把全部的政党跟附罪组织的财产 通通都直接信托 那证明是清白的部分才还给他 所以他在执行这当中 就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抗争 当然有 他们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诉讼 所以德国的党产会 其实是做了16年 他们做了16年 我知道说他们到现在为止 德国统议30年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他们的那个转型正义 说实在也走了很多年 所以这很值得台湾去做参考 但是德国的例子就是说 他做到第五年的时候 东德的共产党跟德国政府和解 对没有错 就和解 对因为东德后来 就是纠缠的部分 应该是说SED消失了 很简单 应该是SED它消失了 所以阻碍就减少了 我想重点在这边 德国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是 他的东德原来的SED 他就消失了 所以他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跟东欧比较像 东欧就是原来共产党 他继续在活跃 所以东欧的转型正义 也是一个波浪状的 有上有下 跟共产党那个势力 后来有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 国内习治疗关系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相关 对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有发现德国 尤其东德 东德的这个国民 如果是说他父母亲曾经参与过 这个破坏行为的 其实他们这一代都会有 深刻的这个反省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应该 也来让我们年轻的一代 了解过去历史所发生的 没有错 我们当然都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把我们目前查得的 很多的档案资料 其实我们档案资料非常多 我们都陆陆续续在出版 或者我们公布在网站上面 所以我们发现说民众参与力 其实是不高的 对很多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都不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当然我有进到我们的这个脸书去看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流量导引到像YouTube啊等等 IG等等 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因为常常有些会有一些 不时的一些谣言 做误导 那孩子在这方面 完全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说 党产会这边 可以让我们年轻的一代 了解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党产会 现在要做这些动作 我想应该这样子才能够取得 全民的这个共识 这边的话呢 所以本期在这里呢 还是要鼓励 也要谢谢我们党产会呢 为这个过去所发生的这个错误 来做这一些动作 我知道这很不容易 因为我单单看到这个德国的这个例子 我就发现说 他们走了这么多年 30年还继续再走这一条路 我想台湾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要走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党产会加油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继续请张宏路委员咨询 请主委 请临主委 刘伟好 来主委 党场会算一算成立到现在也三年半了 那你 我没有声音 用拿着好了 主委 你对现在的成果 你自己 你觉得可以打几分 帮自己评分 不太客观 我应该是帮我们的同仁评分吧 我觉得我们的同仁至少都有80分 我们的同仁至少都有80分 80分 我不知道这个80分是怎么打 我知道大家都很认真努力 因为有很多历史的东西 其实要把它翻出来其实也不简单 不过我们也知道因为等等诉讼什么等等原因 让我们这个进度可能好像比较慢 因为人民在看的部分 知道你辛苦 但他要看的还是要成果 那你看 我们认定的不当党产 大概我们现在看起来 大概有768亿 但 目前只有执行 三笔 对不对 确定的 那账目上 是追赠27.7亿 但实际上只有 1400多万 这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差距 可不可以 让我们 你说一下 让我们全国的人民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 简单说啦 我们所有的调查如果成熟 经过委会决议 我们会做成行政处分 我们会认定哪个部分是不当取得财产 那么要移转国有 或者是他已经卖给其他的人 我们就要把那些卖的钱追赠回来 那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就是 我们处分之后 那么被处分的人依法 他就必须 他就有权利去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那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就开审 开审了以后 对方又主张说 这个短缘条例有违宪 那么有部分的法官 就接受了这个讲法 所以他申请事件 那一申请事件之后 就构成一个法律上停止诉讼的事由 所以因此在法院的诉讼案件就停在那边 那就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后面的这个执行程序呢 那其他的法官就又说 就刚才讲的 这个机能很大啦 所以未来如果对方赢的话 可能会难以回复 然后甚至有法官讲到更直接 他说你这个转型正义慢一点做 其实对公益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这个当然我们很不能接受 可是他是法官 法官公开这样讲 他在判决书 没有裁定书 裁定书这样讲啦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我们的不当党产管理条例这边 有没有需要修正或修改的地方 其实我们大致上我们的工具都有啦 但是刚才卡到说在诉讼这一点 这一点其实坦白说 以我个人而言 我是还可以接受 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法治国家里面 必须给被处分的人 有一个在司法上救济的程序 跟权力 这个部分你也很难啦 你刚刚有提到德国的状况 德国也一样啦 他处分之后 对方就是就直接去诉讼 那他们有没有视线 他们也视线了 视线的结果是都没有问题啦 他们就说这个转型正义 其实对整个德国社会来说 是最大的公益嘛 但德国人家经过这几年 他追回了大概八成哦 是不是 很难这样估计 他们 以他们的 我刚问你的账面上的七百多亿 跟德国的账面上的 人家是追回到将近八成哦 他们 我看到的资料 他们追回了16亿欧元 最终 但现在还有诉讼案子在打 对啊 那诉讼案子其实是说 钱被移到国外的那种 对啊 所以德国的进度其实啊 当然啦 他的时间比我们长啦 那他的进度其实跟我们啦 其实啊 快多了啦 比我们目前来讲啦 不要讲过快多了 金额多很多了 如果以我们现在啊 如果这样子 这几年这样的追回的成绩来讲啊 其实啊 768亿我们能追回的啊 其实不多哦 没有错 我刚讲德国 德国16亿欧元 以现在的价值来算的话 大概不到台币500亿了 对 但我们现在光认定就认定700多亿了 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主委 哎 这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直停留在768亿 哦 啊我们没有在发现新的吗 我们都每天都在发现 只是说 对对 我们看到 你每天都在发现 你法院的诉讼那个程序是一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768亿啊 已经停留了一段时间了 没有错 并没有再往上加哦 未来应该会啦 不不不我就问你这个重点啊 那你认为未来还有多少可以有机会 你不用说啦 你不用给我确确的数额 没有错 我们在看这个数额768停很久了耶 譬如说这个会让人民感觉到一个就是说 哎 啊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动 譬如说救国团的不当取得财产 我们还没有最终认定 他到底要还国家多少钱 譬如说中营公司 他到底要还国家多少钱 我们都还没有认定 我只是举个例说 不代表这个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 我们通常做了两阶段嘛 我们先认定了付水组织 之后 我们再针对他的财产的部分 在做不当 是不是不当取得的处分嘛 所以像中营像救国团 他就是还停留在付水组织的处分 他还没有进入不当取得财产的认定 那不当取得财产一认定之后 我们那个768的数字就跳动了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 其实这也是两阶段的 这也是一个重点 很多人在看到底这个数字会不会往上加 因为 从以前到现在 不只是外界看 包括国民党他们自己在讲 哇有人有号称他们党产是有好几千亿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所有的 数字很多 报章数字有很多 从好几 我记得最高的有9千多亿 然后到好几千亿 这个 我也看过9千亿的强法 对嘛 这个都有人讲 但是跟目前的768亿 其实这个数字还差一段 我必须说我们是一个 做相当处分的机关必须要严谨 我觉得要严谨一定要 我觉得要严谨 因为这个牵涉到财产的问题什么的 我们以前破坏的人如何破坏 我们现在不能不遵守法律的程序跟正义 这个我认为一定要 但是 这个 一个金额的确认跟如何去追逃 这是两件事情 那我刚刚特别问你说 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金额并没有往上增加 这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党场会是 有你认真吗 对不对 这个 所以你今天公开讲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那刚刚我有听到其他委员有问 就是德国什么的例子 就刚刚就像你讲的 那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该做的 该去处理的 都尽量去处理 我不知道你看今天的报纸 国民党 人家 党产 要公开拍卖 你有没有看到 有 对不对 那 今天的报纸写这样 跟我们党场会民众 我们需要你做什么 其实这个很强烈的对比 他的拍卖是用来支付 他的支钱费退休 那是一件事情 我不管他做什么 人民会觉得说 你不当当产不都一直讨了 为什么他还可以去公开拍卖 你有没有想过 以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 许可他处分的这些不动产 其实我们都去了解过 如果去除不当取得一日了 我们才准他拍卖 而且拍卖之后的使用的目的 也讲清楚 他们就是要去付资钱费 这个部分其实跟国民党讲清楚了 这个你讲很清楚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说这个只要看到报纸 这个社会的观感 你认为每个人会追根究底 然后就问到说 他这比为什么可以卖 然后他卖的要什么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人民不一定会 会想要知道这么多 他只会觉得为什么他还可以卖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问你说 这个数额有没有增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有增加 人家这有认真做办法 所以我希望主委 跟我们大家再努力一下 好 好 谢谢 我们请黄世杰委员咨询 好 主席 各位同仁 好 我们有请主委 好 请林主委 同仁好 主委好 我想 这个最近我们同仁上网看到 其实我们当场会在 业务上面 这个进行是相当的困难 刚刚有人有提到 不过我发现一个东西觉得蛮有趣的 我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有办了这个被共享的经济 不当的党产大台湾在台湾的这个特展 我觉得特别不错的是说 有在这个线上 也团部提供这些资料 给我们所有的国民来参考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主委来说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然后你们认为 党产会 只有这个特展 可以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给我们的人民 了解到党产会的成立的初衷 跟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调查的 党产的这些都是历史 那么很多都是民国三十几年 所以离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七十几年 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对这些事情是非常陌生的 因为我们学校的教育里面 几乎不可能有这一块 所以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去认定 不当取得财产 所以处分的部分赶快去进行 那处分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思考说 那么到底有多少人 会真正去看过我们的处分书吧 包括我们处分书所揭露的证据 坦白说我自己也知道 我相信非常少 可能只有这个当事人 或者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比较可能去看 一般的人 你要他看其实很困难 包括连媒体的记者 有时候在问我们这些内容的时候 坦白说 他们都说这个事情很困难 那也因此呢 我们才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 把这些内容赶快公注于 事实上大家能够便于了解 因此呢 我们在网站上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公布一些档案 那么 又尽量想让这些档案的说明 能够轻薄短小 一折一折 那么 接下来就会发现说 这个大概也有它的局限性 那有人就会问我们说 那有没有可能 有一个比较聚焦的活动 因此就有这个 那我想这个我觉得 就相当程度来回应 刚才很多人都有咨询都提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党场会 成立的初衷 其实是需要 还有调查的内容 是需要让社会大众所了解的 不是只有专心在打这个诉讼 因为法律的程序 当然这个我们都了解 但是在法律程序进行完成之前 其实还是有很多 必须要向社会大众来说明 的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是我从你们的脸书上面 接下来一句话 我认为大家对于亲业 我们认为这个党场会 它的这个初衷 除了刚刚肯定一直提到 转型正义 也因此会跟初转会的这个功能 才有些混义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党场会 它为什么要去针对 党场这件事情来做处理 是为了保障原本就应该有的 机会均等跟资源 来保障公平竞争的政党政治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回缩性的 就在威权时代 他们不是不认可这个价值 要是一党独大 或是一党专政 那在进入民主社会之后 我们要矫正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针对过去的历史 我们来做这个追逃这个党产 同时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能 也是停止这些党产 继续在不正当的取得之后 而又在违反公平竞争园下 继续被使用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像这一些初衷 这一些这个导藏 民主竞争的这个公平 游戏规则的公平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 当上会有认为说需要 透过 说透过史料的呈现之外 这样子的原则 这样子的原理 也需要透过各种媒介 来向社会大众知道 因为这个其实每次一出来 这个不管是哪一个个案也好 付出组织也好 一定都是政治上会有官方 但是我想当然会作为一个 守护这个原则 民主竞争原则的这个核心价值 的这个机关 还是应该出来 把这个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跟这些目的 还有它其实也是向后 继续的嘛 因为我们看到报告里面有讲 其实有 不是只有国民党要申报啊 适用的政党有十个嘛 每一个政党在这个条例底下 都相同的受到规范 未来也没有 这个容许 继续有这种不当的党产 这个存在的空间嘛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一来说明的 那下一页 但我想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 这个 不当党产罪症很困难 一定要进入诉讼 甚至现在都要进入市线的程序 那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请教主委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其实我们 刚刚大概都聚焦在 760几亿 跟这个1200万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吴宁更重要的事情是说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的 或是我们已经匡列出来的 这些财产 我们的列管的情形 就刚刚有提到 要变卖什么的是需要许可 可是我们也从列表中看到说 有很多 其实他们有申请停止执行 然后呢 法院也准了 那这样的情形的话 你们有没有什么机制 或者说这个 这样停止执行的裁定 对于我们在 这个 未来再收回 这些党产的可能性上面 或者是说 你们现在有什么机制 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请主委稍微说明一下 呃 关于这个法院 准与停止执行这件事情 其实吼 如果以我们的观点 我们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是说 法院居然用说 这个 这个 金人很庞大 那未来可能国家会赔不起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还有就是说 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其实慢一点没有关系 这样的公益 其实可以稍微退缩一点 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但是 我 我们 希望说 未来 这个 像 呃 像 那个 那个 像 其他的案件 像 像大土 如果像这样的案件 能够拿出来检释一下 比较一下 现在不是去争执说法院的理由 你能不能接受吗 现在是他已经裁定了 提子执行了吗 那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有没有风险 对 就这个问题吗 那原则上 现在 国民党的财产被冻结 对 他的处分 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那 那 所以 像负水组织也一样 他的这个财产都被冻结 他财产处分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所以 因此 事实上是 不太有那个风险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 所有的 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再来说明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 法院停止执行 这个一般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 你们的宣告 你们的这个 命令移转 财产 这些算有的部分 是停止执行 但是并不影响到 这是依照这个条例 动结的部分 动结的部分 还是动结 所以说这个七百六十几亿 目前都是动结的状态吗 除了一个案子 现在是例外的 就是中营公司 中营公司 法院认为说 它是一家 营运的公司 他认为说 如果动结他的资产 会影响到他的债信 因此 他把它 停止执行 那 这个部分其实 就造成说 我们现在无法冻结 那 这个裁定 我们现在在申请 在审当中 所以 用刚才那些理由 所以我说 这个 金人很大 这个难以回复 这是这个理由 过去 我刚讲嘛 说 譬如说像大浦的 这个财务案件里面 就不会讲到这个嘛 那 跟公益没有重大影响 那转型正义 到底是不是公益 这个又连结回 刚才 委员在提到的 那个社会大众 到底对这件事情 知道的状况 认知的情形是怎么样 如果大家都不清楚 那事实上就会造成说 可能 包括连法院都觉得 法院没什么压力 对不对 法院没什么压力 不要乱审 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再下一页 因为 为什么我一开始 先提到 这个 对大众来宣传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社会整体 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绝对会影响 法院审判的态度 跟这个进度 所以我会希望说 当场会在这部分 也要加强努力一下 因为不要说 每一次你们开听证会 做这个宣告付水组织 都只是政治上的口水而已 事实上是有需要 来跟我们所有人民 去讲这些东西 然后呢 也让法院对于 这件事情的公益性 有比较高的认知 因为法官其实也是国民 他们其实也都认知到 他们对这些认知其实受到 大家群体的影响了 那 刚刚有提的就是说 所以我要确认就是说 最后 就是说 现在目前除了中影之外 包含复联会也好 或是其他的付水组织也好 你的拆散都是在冻结状态吗 是 好 确定啦 好 那我们希望说 就是当场会继续努力 好 在 尤其是在刚刚 黄文陆委员提到的 这个 新发现的部分 我们也要就是 加紧脚步 因为你们有做这些宣告 就不会放节 好 所以这个 我们也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好 这个9000亿跟 760亿还是差很多了 好 没错 所以说是一是 好 请大家再努力一下 好 谢谢主委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请仲天才委员咨询 来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主任委员 请林主委 好 主委好 这个 这个怎么办法动 前面一页 好 主委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 民国34年 日本投降 中国国民党政府 接收台湾 民国38年 中国国民党政府 撤退到台湾 这个主委 这个是历史事实吧 是 好 没有错吧 好 当时中国国民党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 行政院院长等 五院院长 甚至相关的部会首长 均经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 这个你了解吧 看过 没有错吧 好 如果我们看这个 当1989年5月25号的 这个联合报社论 就特别提到 执政党中常会 昨日通过主席李登辉先生 提名李焕先生 出任行政院院长的人事案 所以他的所有的 这个 五院的院长 甚至相关的部会首长 都是经过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 由党主席提名 然后任命 然后才正式发布 中华民国的总统令 这是历史的事实 好 我们看这个立法院的历史 立法院 立法院在民国17年 在南京成立 第一层的立法委员的任期 这个本来应该40年 民国40年5月届满 但因为民国39年 这个国民大会制定通过 动员抗担实行 临时条款 冻结中华民国宪法 致使立法院 无需前面改选 一直到民国80年12月31号 第一届资深立法委员 全部退职 由130位增儿立法委员 行使立法前 这是立法院现在的网站 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 中国国民党 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 包括立法院 所有的这些立法委员 因为都没有改选 基本上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所谓的资深的立委 除了有象征性的 部分的 有所谓的青年党啊 什么社 我不知道什么社民党还是什么 其他都是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党员的立法委员 这是历史事实吧 好 所以 我们从这个五院 五院 包括尤其是立法院 所有的立法委员 这个尤其是立法院 这个负责整个 中华民国五院 的所有的议算 甚至要 这个台湾省政府那时候的议算 都要补助过 补助下去了 都要经过这个立法院 所以我们 从这个 刚才讲的 人事 中国国民党掌控了 五院各部会的 所有的人事 这个议算 当然也是中国国民党 所主政的立法院 也掌握了这个 所有的议算 通过以不通过 这是历史事实 所以 我们如果看这个 政党及其附水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第四条的第二款 后面后段 曾由政党实质控制 其人事 财务或业务经营 且非以相当 对价转让 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 这支法人 这个 依到这个条文 依这个条例的第四条 第二款 第二款 中华民国 这个法人 中华民国是法人 对不对 中华民国 是中国国民党的 附水组织 尤其是就台湾原住民族而言 更是认为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 1722年 大清历历 大清历历 这是法力 大清历历 民业界入深藩地 似同出道入观赛 人民是谁 清朝的人民 业界入深藩地 入到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 传统礼 四冬出道入观赛 这是法力的明定 日本后来来了 日记时期 1895年 日令第22号发布 官有林野及张老制造业 起立规则 第一点规定 无官方政绩 及山林原野之地区 视为官有地 这个主委 你应该了解 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地气 对不对 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官方的政绩 原住民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几千年来就在台湾了 对不对 好 台湾省政府1947年 颁布台湾省土地全力清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 经前台湾总督府 依据土地 什么什么什么 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视为官有之土地 盖不发还 经过前台湾总督府 收归公有之土地 盖不发还 这个主委很清楚 日本投降 离开台湾 没有把土地带走 留在台湾 留在台湾 所谓的刚才的日令26号令 当然也就失效了 但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那这些土地 本来被视为官有的土地 当然就是回到我们自己 原住民族的各个部落 但是因为1947年 这个是已经是 中国国民党主政的台湾省政府 定了一个台湾省土地 全力清理办法 说台湾 前台湾总督府 收归公有的土地 盖不发还 这个当然也不是法律 一个法规命令 违背这个民族法治的原则 违背民族法治的原则 这样这样的一个 像刚才的立法院没有改选 立法委没有改选 民国80年以前 也都是违反民族法治的原则 所以我们这些土地 是1947年 被中国国民党主政的 中华民国政府 把它收为国有 收为国有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了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 及自然资源的权利 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后第二项 原住民族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政府未办理原住民族土地 之调查及处理 应设置原住民族土地 调查及处理委会 原基法 民国九十四年 二月五号公布施行到现在 我们要成立 都不让我们成立 行政院说违反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部会就是这么多 结果后来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就可以成立 可以突破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 所以我要求助于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我要求助 台湾的原住民族 要求助于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因为 民国八十年以前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他是相关的人事财务业务 都是中国国民党 前前决定 这个主委 可以麻烦你 把我们这个案列入 调查 可以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本会的业务是 如果从国库 弄到党库去 那个是我们本会的业务 那如果从别的地方 灌到国库里面 恐怕本会 目前 在法律上的授权 你要先认定 主委 你要先认定 民国八十年以前的 中华民国 是中国国民党的 附水组织 就如同你认定 救国团 其实他很早 以前确实是 中国国民党所 掌控的人事 财务 业务经营 确实是 但是自从有人团法以后 他们按照人团法的去改选 改选之后 就不是了 但是你认为是 对不对 然后 互联会也是 你也认为是 确实前面是 但是后面 他以了人团法相关的法律 就像中华民国 在民国八十年以后 在民国八十年以后 依民主法治的原则 全面改选 民国八十年以后 但是我们的土地 都是民国八十年 是民国四十七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年 被中国国民党 所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 把他全部收为国有 你看我们一直要面临这个 主委 我们一直要面临被告 窃战 我们的部落 这个是在台东长宾的 达曼部落 我们的部落 在旁边的一个小山丘 平常的我们的 相关的这些无话活动 包括宗教活动在这边 结果被告窃战 还有我们的乡亲 在国有土地 他祖先就开始在那边耕种 结果中华民国政府 把这个土地 出租给一个牧场 瑞税牧场 这个瑞税牧场是成租人 成租人他就告我们的乡亲 切战 现在还在法院 所以我们 求助我们的 就向你求助 好不好 你回去好好思考 今天如果国民党 有侵占到元宝地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些 他不是元宝地 这个不是元宝地 这不是元宝地 好不好 如果是元宝地就好处理 这不是 就没有还呢 好不好 主委你回去 这个 我这整个都是符合规定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请林主委 大家好 主委 辛苦因为成立了三年半 然后任期四年一任 即将届满的时候 我们不当党产拿回来多少 只拿回来一千两百多万 或一千四百多万 这我们等一下厘清 那对社会大众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确实会有很大的疑惑 但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本席还是应该稍微厘清一下 那我们成立了三年 总共你们厘清了很多事 包括就是说有十个政党应该要申报的 那有一些政党主席都已经过世 当然不用讲 但是有的解散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厘清了 然后也认定了九个所谓政党的附水组织 当然都是中国国民党 包括这九个政党的附水组织 然后党产的部分也是如同主席 如同主委所报告的 我们总共认定了合计七百六十五亿三千七百万 然后还有一些土地跟建物出万平 那所以基本上其实党场会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该拿回来的钱虽然只拿回来一千多万元 但是基本上目前也是属于多数是被冻结 而不是可以自由的处分 除了中影之外 多数也都是被法院冻结 也就是说法院所做的停止执行 是部分停止执行而不是全部停止执行 那到底是拿回来一千四百多万还是一千两百万 你们的报告是写一千两百多万 那为什么我这边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千四百三十五万两千三百八十五元 我们等一下可以核对一下 你们回去核对看看好不好 这个不重要 那目前在行政诉讼中的案件总共是涉及这十四笔党产 对不对 在行政诉讼中是不是 大概有五十个案子 五十个案子 所以不止这十四个案子吗 这十四个案子里面还有细项 是不是 总共有五十个案子 好 那停止执行的法律依据是这一条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都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停止执行的是行政诉讼法 是行政诉讼法不是行政程序法 这个是行政诉讼法 第116条 我们知道救济不影响执行 所以开宗民意这一条就说 原处分或决定的执行除了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应提起行政诉讼而停止 本来即使你去提诉讼你去提示线 救济不影响执行 我还是可以去执行 我还是可以强制执行去末路 但是因为它下面有第二项跟第三项 目前法官是依据第三项 做停止执行的处分 对不对 不是法官自己依第二项 是法官依原告 依刑任诉讼法 起诉前原处分 难以恢复至损害 还是依第一项 是依哪一项 应该是第二项 依第二项 是不是 就是有人去申请 然后法官认为说 可能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 有急迫情势 然后或者 那应该是第一项 行政诉讼系属中 还是诉讼前 还是提起诉前 第二项 第二项 就是行政诉讼系属中 所以是行政诉讼在进行当中 行政法院认为它难以恢复损害 而且有急迫情势 所以它可以依职权裁定 我们来看但书 但与公益有重大影响或原告之数 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不得为之 原则上是救济不影响执行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有但书 说如果涉及公益 或者申请的原告 也就是国民党 申请的原告 他显无理由 你还是不能做 好 现在来了 这个法官呢 他裁定停止执行 要嘛就是认为跟公益 没有重大影响 要嘛就认为 原告讲的有 法律上有理由 来 它是根据哪一个 他通常他不会特别去说 有没有理由 但是他会说 他主要都说两项了 就是会难以回复之损害 发生难以回复之损害 然后他会说 可能会跟公益 没有那么重大的影响 就是等过来看 这件事情如果跟公益 没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还要成立一个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啊 这个就是关键了 所以这个法官是谁啊 这个法官竟然认为 我们追讨党产 是对公益没有重大影响的 所以把它停止执行 这佛系法官是不是 那既然说追讨党产 是跟公益没有重大影响 那你们才撤啊 我们为什么还要立法 还要成立一个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所以到底 对公益有没有重大影响 主委 我刚也引用过嘛 德国人在相关的党产诉讼的时候 最后也到 市县 他们的宪法法院的法官说 没有违宪 就是处理党产没有违宪 理由就是 这个是社会最大的公益 对 这是社会重大公益啊 这是社会重大公益啊 台湾人民的呼声多久 然后最后 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多久 清查了多久 一笔一笔算出来 法律立场够不够坚定 来主委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基本价值的问题嘛 所以啦 主委 硬起来啦 对这个法官喊话啦 去申请法官啦 撤回这个 停止执行啦 你们可不可以申请在意 我们确实 你们都有申请 申请了多少次 申请多少次 其中有一个案件 我们三个啦 三个案件 我们曾经去申请测销 申请几次 就只有三个 就不够嘛 三个案件申请 申请撤销 就申请一次 也申请再审 然后呢 都裁定下来没有 还没有 都还没有 都拖嘛 对不对 都拖 拖多久 你们申请多久 你们申请撤销 停止处分的裁定 跟申请再审 到现在多久 呃 再审 刚刚开始申请 因为 那也太慢了 停止执行 裁定之后 我们抗告 抗告博威 就一个月内去申请 我们就按照期限去申请 按照期限啦 好 好 然后法院再拖 法官可不可以判了以后 让原告他们去申请释线 可以啊 那是释线一条路啊 附水组织可以去申请释线啊 为什么法官在这个时候 就主动的去停 去用说 这个不符合 重大公益 这个没有公益无关 然后法官就去做这种裁定呢 这个法官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本席认为 也不符合整个国家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法理 因为我们的法理是 它涉及重大公益 所以我们又有促转会 我们又有党产会 这是重大公益啊 所以我们国家要养 一个组织 来做这件事啊 他竟然说 这不符合重大公益 好 我们遇到这种法官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大法官 我们的大法官 收到释线案总共有三个案 一个是107年 来总共有三个案 你看看 一个是2018年6月11号 一个是2018年11月7号 然后2019年12月9号 如果照这样的视线案 一个一个慢慢来 我每一年或每半年 我就给你送一个视线案 然后让你不断的在新的视线案里面忙忙忙忙到所有的视线案 通通不动 通通动不了 会不会这样 原则上 这些视线的 视线 是一个一个案 还是相关的案一起 他的相关的条文会重复 那据我所知 而且我看他们写的 大法官应该是会把他并在一起 对嘛 所以啊 这就产生一个漏洞咯 我可以怎样 我可以一个一个提 然后我慢慢提 然后我每 每几个月就跟你提 当然每个个案都可以提 这个是没有问题 对啊 那大法官会议就都不必实线了 那就这样被卡住了 整个社会就被这种动作卡住了 那我们来看看 以第一个案 2018年6月11日 提的这个实线案 到今天已经是满一年九个月了 那我们看看一年九个月 可不可以视线完一条 你看看最近 最近这阵子 我们大法官 视线案通过的 其中 一个 109年3月 这是107年提 108年提的 还有一个109年1月31号 这是107年4月提的 最下面这个是4月提的 一年九个月以内 就至少通过两个案了 你看这个108年提的到 到今年 一定不会超过一年九个月 因为今年才三个月 他就是108年1月好了 第790 他就是108年1月好了 也只有一年两个月 或一年三个月 最后一个是107年4月提的 然后他109年 刚好就是一年九个月 就完成视线 他可以在1109个月以内 完成视线的案子 多的是 然后我们第一个 不当党产的视线案 到现在刚好是一年九个月 一年九个月 可不可以完成视线 可以啊 而且好几个啊 那为什么不当党产 到现在 一年九个月了 然后都还没有完成 因为国民党就一个一个 慢慢提嘛 然后让你并案嘛 你就一直拖嘛 你就每一个重新审嘛 是因为这样吗 要搞到四年期满 视线案还没下来 停止执行继续吗 本席无法接受 来主委 我在这里郑重声明 本席无法接受 不当党产委员会 成立了四年 第一届期满的时候 我们不当党产 还只拿回来 一千两百万 然后其他的 还处在冻结之中 我无法接受说 这种停止执行 完全漠视 公平正义的 停止执行的裁定 继续在那里 或者大法官失线案 继续拖在那里 我无法接受 那你能接受吗 我们也是很希望 这个事情可以 你不要很希望 我要听到 很有魄力的 主委 如果你不办黑脸 要总统办黑脸吗 谁应该办黑脸 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大法官 尽快给我们一个答案 因为这样拖 其实对社会公益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你也要呼吁这些法官 这是重大社会公益 德国的法力 已经朝朝在目了 好 政治氛围是什么 我认为过去荣获有拖延 在社会的政治氛围之下 我们佛系一点 我是认为无妨 但是现在的政治氛围是什么 现在的政治氛围是 国民党正面临 终生代接班跟转型和改革 当国民党面临终生代接班 面临转型跟改革的时候 党产对很多终生代的改革派来讲 荣获也是包袱 他们也不认为这个党 在未来 我们不只要跟民进党 竞争社会的支持 我们还要跟第三势力 竞争社会的支持 我们还要跟年轻人 争取支持的时候 我也不认为 有改革意识的 国民党接班的终生代 他们会认为党产 我们赶快还是要 一一去阻挡 党产还是要 守在我们的口袋 本系不认为 现在的政治氛围是这样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现在的政治氛围是这样 那么今天 在这里 内政委员会的程序 就不可能这么和谐平顺 政治氛围也变了 我们还在佛系什么 我们还在佛系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不让党场处理委员会 相当的辛苦 至少做到替我们 冻结了这些不当党产 至少做到了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要 更进一步的让社会知道 这是重大公益事项 这绝对不是法官眼中的 跟重大公益无关 怎么会跟公益无关 然后停止执行呢 我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裁定呢 我们也希望 大法官会议的拖延 只会让这件事情的争议 放在那里打击我们的威信 然后摧毁 不断地在伤害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体系 所以我希望党产会的声音大一点 你们要有声量 你们要让社会知道公平正义在哪里 你们就是现身说法 让社会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们都还要替你们解释说 为什么三年半了还只收回一千两百万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我们管闭林委员的咨询 谢谢主委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九位 我们陈玉珍委员发言 陈玉珍委员咨询完毕 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 没会儿 没会儿 没有 OK OK 我们请这个主席 我们请这个林主委 请林主委 我们还是请那个王美会委员咨询完再休息好了 我首先说明 我这个标题不是针对我们招委 这是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在排这个中火案 为台中人民生命健康 这个肺的健康排中火案的时候 我记得在场的这个 我们省发会委员说 防疫期间 怎么可以排这种中火的案子 这个影响到这个 不关心这个防疫的事情 那如果以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说法 他的这种标准呢 那防疫期间 你们还排这个党场 不当党场的这个 不当党场不要连委员会的这个案子 那是不是 也是防疫期间 不忘追杀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民党就是 这个标准的这个双标党 他们做的都可以 国民党做的都不行 我也特别在强调 不是针对我们招委 上个礼拜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不当党场 那我针对刚刚我们 管委员说的 就是这个 这些什么行政法院的法官 还有这个大法官 事件的这个时间 程序各方面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我们不当 我们这个党场会 所做出的行政 这些处分这些正义 就是在行政法院 我看我整理了一下资料 在这些行政术上 我事件的这个统计里头 党场会胜诉的 贵单位 17件 你们败诉的6件 你们胜诉还比较多 申请事件有5件 审理中或是停止诉讼的有12件 然后16件行政处分 总共有这个40件的这个行政诉讼 这是从你们专案报告 这个找出来的资料 可见这个行政法院的法官 并没有不公正的在处理事情 那这些数据统计的意义呢 证明了 行政法院 不是像上一个会期 这个我们李俊文说的 这个国民党的 国民党开的 这个 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民主法治社会 国家一直进步 也不应该是带风向 变成是民进党开的 如果这个行政法院是偏 不公正的话 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 国民党被申请的这个案子 被驳回的这种判决了 那会被驳回应该是法律上 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他的这个依据 那法院这个法官申请释线了 一定有一些 他认为的 违宪理由嘛 这个朱伟您认为呢 对我们尊重个别法官的意思 是吗 那我们来看他的这个 释线的这个理由 大概有 我整理了一下 大概有三个理 三大理由啦 第一个 明显有 唯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款 后段违宪 第二个 透过立法推定为不当党产 除了禁止处分外 另外处罚 限制财产权 破坏财产的支配自由度 是对特定财产权的剥夺 该法律制应属危险 第三个 违反宪法保留 侵犯司法权 侵犯司法权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立法权也不能侵犯司法权嘛 我们也不应该说 跟大法官会讲说 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违反权力 分立和正当的 这个 法律程序 这个请问主委 您认 您是大律师嘛 您认同这些视线理由吗 我尊重 不认同 你不认同 你不认同 对啦 因为你是站在你的立场 但是 这个民主社会本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我尊重 但不认得 好 那 我想请问 你们刚才会有一个 重要的工作 是在调查 人民的这个 权力回复案吗 对吧 是 这是我们的权子 你们有做吗 有 有做吗 他如果主张 他的财产被国民党侵夺 那当然我们要去调查 譬如说 譬如说 这个怒炸的国发院案 就是 那个叶宋人 那你不要只关心到台湾本岛嘛 比如说我跟你说 金门地区嘛 刚刚 成如我们 郑天才委员所说的嘛 那以前这个 中华民国是 国民党附水组织嘛 那以前这个军队 国军嘛 黄埔军校也是国民党设立的嘛 所以他也是 一路以来都是 听国民党的这个指挥嘛 那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 当初在 1949年啊 民国38年到金门去啊 占了很多金门的这个土地 你们有做这方面的 现在那些如果是国有的话 就不在我们的调查范围 如果是 国有 如果是国有就不在你们调查范围 那如果还不是国有的呢 如果 那要看具体个案的情形 欢迎委员可以跟我们检举 有有有我们有具体的案子 是 那我们看 有那个 金门的有几块 这个你们 调查的 你们没有调查啦 你们事实上是没有去调查的案子 金门有很多 军占民地的案件 军占民地 现在还在军备局 这个还有这个国防部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 那 以前黄埔军校不是国民党组织和控制的吗 如果黄埔军校去拿土地 送给中华民国那就是国家的了 那国军呢 国军最早也是国民党的控制啊 如果现在这些不动产是登记在国有 国防部管理 这个全部都是国家的 所以呢 这个就不归我们管 所以当初人民被这个 你们只管当初这个国民党占的这些 党的部分 那当初这些 人民被军方 被国军 被这个黄埔军校 国民党的这个附水组织 占这个土地 现在这个权力要怎么恢复呢 至少这个不是我们的权责啦 为什么不是你们权责 人民权力回复案件 明明是在你们的 我们在处理党产 不是在处理国产 我们是希望不当的党产还给国家 现在金门的土地 曾经有被 金门的例子是这样 被军方占了 军方占了以后 又变成是国民党的 又变成是国民党的 那如果现在是国民党 就欢迎跟我们检举 有齁 那我看你们没有在处理 有 我举例 不是有人来主张这个 我举例 这个你们的这个土地里头 就是人民权力回复 因为人民权力也是 人民权力的回复 也是你们应该办的事情 但是我看 你们的网站上面 在权力回复上面 好像处理的案件是零啊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 当中有一件 我刚跟委员报告过了 就是木炸的国民党的国发院案 那你们的网站 公告不实是吗 不是我们到了 必须公告我们就会公告 那没有公告表示还没有做进行 那所以我们其他的案件 我们金门的相关案件 你们没有在帮我们处理啊 如果检举来 我们有回函 表示在调查中就是在调查中 那既然是调查中表示还没有结论 我们就不会公布 那请问 那如果当初啊 人民自愿捐给国民党使用的土地 算不算不当当产 那就没有不当的问题啦 如果自愿捐的有什么不当 自愿捐的哦 因为金门有很多国民党的这个党部啊 都是人民自愿捐的 除非你事后主张说你是被迫的 被拿枪压的 像木炸国发院的案子 我再讲一次 所以如果是人民自愿捐的 像那个国民党这个党部上面都有刻下这个某某人啊 自愿捐的多少呢 那些人甚至都没有来跟党场会说 我当初是不自愿的 那当然就不会再进行调查 那这样子为什么我们金门国民党的土地被你们查封呢 那些人明明就自愿捐的啊 而且他们也说了哦 国民党的土地原则上就是已经先冻结了 因为在那段期间取得 所以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自愿捐赠给国民党使用土地 不算不当党场哦 算不算 自愿捐赠算不算 我们现在调查的重点是 可不可以申请返还啊 让我说一下 我们现在调查国民党土地的重点是 我们先分辨说 它是从人民来的还是从公家来的 人民来的 那人民没有来跟我们主张 我们就先不会进行调查 如果人民来跟我们说 当初我是不乐之捐 那当然会进行调查 那据我所知 我们金门县这个 国民党这个党部的这个土地 是人民自愿捐的 那欢迎委员提供 那自愿捐的 但是人民也没有主张哦 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你们查封哦 不是 但是你们查封吗 我们没有查封啦 你们冻结它使用 那你们怎么可以冻结它使用呢 人民又没有来跟着 党场逃利的掌权 你们这样可以 这样不当这样一直联系 我们会去分辨 人民已经说了 金门的民众已经说了 这是当初自愿捐给国民党的 我们会去分辨 刚才有委员咨询 我说 为什么我们准国民党去卖土地 我说我们会去了解 那个土地的来源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也会许给它 所以如果说人民说 它是自愿捐的 那你们就不应该去冻结嘛 那自愿捐的啊 冻结是一回事嘛 至少我们没有把它移动 那它都没有主张提供以后 你们怎么可以 不是这个就是法律 自然就立法说就是这样处理 所以你们把所有 不管是相不相关 全部由国民党都冻结吗 我们 请委员可以上我们的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便他没有来跟你提出来 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冻结嘛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嘛 就是当初立法的时候 就是已经冻结了 这样你们的权务 也扩张的太多了 我刚刚说 那我们会区骗 有问题的 我们会处理 没有问题 我们先先放着 好所以反正你说 如果人民之焉 捐给国民党的这个土地 如果确认没有问题 对好 那如果说假设 假设他当初捐给国民党 假设他当初捐给国民党 那他现在可以申请返还吗 可以吗 那要去跟国民党申请啊 那你们 但是现在被你们冻结 那怎么还还呢 那请国民党来跟我们说 说他觉得应该还给谁 那个这个土地是从哪个人民 来的 然后 那我们再来 那有没有一个期限啊 有没有一个期限 没有这个其实没有期限 有没有期限 没有吗 国民党要来跟我们说 你们的条例告诉我们说 是有一年的期限 第25条 回复权利 没有期限吗 什么 没有期限吗 这个 索取回或作争及不当取得的党产 这个财产啦 公告条例一年内向本会申请条例 申请回复权利这一条 25条 没有期限吗 我现在的案子就很简单 我现在的案子就很简单 当初人民志愿捐个国民党 那现在 如果他不要回来 我们 我们其实目前 我们简单的讲 这个是具体的案子 当初他决定要捐给国民党 他也没有要回来 所以你们现在来 我先问你 你们现在能不能冻结 这个很重要 请委员先看25条 你回答问题 问题就好了 我反正简单的回答 因为时间到了 那个 当初人民志愿捐给国民党 那他现在也没有要国民党 请问你们可以冻结吗 你们已经冻结了 所以说德国的党产会做了16年 那你们 人家不要 不要 反正金门滴血民众 主张 当初捐的这些主张 如果说 这些都是捐的人 说如果要 如果你们真的要冻结 要冻结 还给中华民众 他也不要 那你就还给人民 我再最后一分钟 一分钟 来 那个出国旅费10万块 我讲一下 现在因为有疫情 我没有骂你 我说是审发会 来 我骂不是你 有啊 这个业务报告 对啊 我们那样做也是啊 来 那个10万块 这个冻结10万块这个部分 就是说 现在不是疫情很严重吗 对啊 你们要去德国考察 我建议说这个也不用解冻 因为现在要出国也 也第一个也不可能 第二个也很危险嘛 为大家的生命健康 我建议这个10万块 应该继续冻结了 好 谢谢 宣布解冻 因为是报告案 对已经宣布解冻了 然后没有意义 对不起 这个一定要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所主要监督的 所有的部会 业务报告 是我们的责任 哪有什么追杀国民党 那上个礼拜 我们排总统案 为什么就是 就是不顾疫情呢 啊 那个是专案议题的 我没有说错 啊你你你刚刚那个要收回啊 不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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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不是针对今天齁 好我接受 呃我们继续请王美会委员书明 主席 我们请林主委上台 请林主委被寻 林主委 好 在这里哦 我也希望大家可能有看电视的 他刚刚有听到主席 跟我们的立委在那里说 追杀国民党 我相信 你们这个会的存在 不是 只要找国民党的资产而已吧 来主席你回答一下 受到党产条例规范的政党 都总有十个 是 不能给国民党 包括民进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嘛 所以今天说 我探讨的每一个想 觉得不法的 都可以 向你主委 正前探讨嘛 是不是这样 是 是嘛 因为 主委 为什么今天 会有 觉得 要跟你探讨这些问题 因为 转型正义 是每一个台湾人 所想要追求的 因为 我们 觉得 我想说 在古早时代 大家都有的说 国口 党 东口 在这里的时候 初期生 我们 在听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 阿 欧北国 跟欧北团权 结果到这个会 成立了 九月 不是 以前所说的 欧北国 是属性的 在这里我来 主委 請教 在我们2016年 八月成立 到现在 你们的 做法 你们的所作所为 来 你简单我一分钟 给你 来 你 讲一下 跟我们 不当党产的处理 这两个改端 那一个改端 就是 如果有 法律規定的部分 我们就先凍结 对 甚至 一种是 政党以外 就是负水组织 负水组织 人呈了 也先凍结 凍结的意思是 不要让这些不动的 的资产 影响到我们的 政党和宣企 就是这样嘛 大概是这样 再来 第二个改端 这 这有这些 的资产 去调查 到底 它的资产是怎么来 来 是否有不法 是否有不动 如果 隔练 我们就做一个 行政出分 就是现在看到 说 要把 各位的不动善 行为国家 那是说 要要行为国家 多少钱 那就是 去认定 什么资产是不动 所以说 你的生日 就是 就是这样的生日 先把它董结起来 不然 那些钱 又继续影响 再来 第二个 看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那主席 主委 在这 他刚才主席 有说 不是要追逃 国民党的资产 有不法的 都要堆回来 在这 我跟主委 请到 一件问题 在 现有的加计刺 学院 是怎么 会变成 有五边 又可以换 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是有 不法 或不不法 是这五边 有带来 是怎么换 来 来 请主委 你 委员说的 应该是救国团 对 救国团 在嘉义学院 你的土地元素 其实是在台北 台北 台北在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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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 可以换 加计刺 这堆 救国团 这堆 委员 这个案件 我们已经在了解 我们已经 了解一段时间了 那些资料 其实 时间 也有一段短 那些历史 那些家庭 我们觉得 也怪怪 所以 有在了解当中 我相信 应该有多久 是怎样 会跟你谈到这个 我也 不是你怪怪而已 我恩美妃也感觉怪怪 加议市民也感觉怪怪 因为 像我这样说 跟我们的那些 政府开始感觉 这个不法的时候 我们就来拿五倍 来跟你们玩就可以了 如果这种 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案 太过去 也太过去看 台湾人的 政府 太不去了 因为 在这里我也感觉 你这个五倍 你有在对 有在看 如果像这样的时候 你任意 这个报告 当时的出来 来 主委 呃 其实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是 我 会尽量 如果 正经成熟 我就一定 会公布 这就感谢 我刚才有说 像Q国团的租赛 Q国团 我们现在是要聆听付水组织 所以他的租赛 去我们当局 现在是针对 他当局的租赛 里面 有一部分是不当的 对啦 主委 我知道你的租赛 指资 我们可以去 当局 这是我感觉 我们的做法 有办法做到 很糟糕 包括说 他在台北这边 他有钱 去购 五瓶的土地 我现在就是 后来 再跟你说 是这五瓶 他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方法 这五瓶都在了解 这五瓶都在了解 齁 都在了解 齁 都在了解嘛 再来 加义赛 也说 古早时代 加义赛 齁 就是中英英 中英英 买去 再来买去的时候 我感觉说 这 当局以来 大家都说 这是国民党的资产 但是 包括 包括本身的倫敌 加义的倫敌 应该 这是 台湾 政府的钱 这是国散 对 国散 跟你们现在 去行是日散 对 跟现在这间差了 这也是同样 这也是同样 所有 全国那时候 有人说十九瓶 有人说二十瓶 那如果 国民党的中英 接收起 对 当初这个 这个倫敌就不对了 对 倫敌就不对了 是怎么是国散的东西 让国民党的 党应事业 中英去接收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 先把这些历史都清楚 再来是说 这些钱没去 那 便我们都去 所以这九瓶 我们的 有一个处理 因为 主委 因为我是怎么给你探讨这 因为这两个地方 对加义赤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 我感觉 可以用 台湾政府的时候 他可以用去公共测试 我们无意见 但是不是 到目前为止 他做出色 受到受质的 再来 受质 你如果说 受质 来援助 很弱势的家庭 也照说 也稍微可以 一件 不是统统 可以 所以说 本社在这里 跟你探讨这两件事的时候 我愿望 你们要冠军 起来结束 起来 布局 我在这里 注定 两个星期来 会等 这个布局 送去我的 各位办公室 你认为 这样有法度不来 我们的警察 但是 我们的警察 你认为 要多久 因为我觉得 这已经查很久了 该也很确确 会开始 在五倍 如何买 如何来 換自己 这个救国团 这个 委员的 要求是 包括 救国团 跟这个中央公司 他们的资产 其实很複雜 啊 委员说的这两件 看起来是 相对来说 这就是 其中的小部分而已 那我们到时公布布局 要做出门 都要出门 主委 我先跟你说 不然我们先来用 是怎么无边 去外行这个救国团 这间的资金 好不好 如果这间的布局 我本是 主庭 要冠近两个星期来 送去国会办公室 再来 我觉得我们这个会的存在 就是要公平正义 台湾人所了解 跟小孩觉得 不应该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 就在我们的 口袋里面 不能 不当于财产 集围自己的 我感觉说 在这里 我也跟主委 说 你非常 在这三年半 非常辛苦 但是 辛苦当中 要做出有成绩的 就是 我们所愿望的 以上 谢谢 这个买五瓶一定是特权 我想那个王委员的提案 如果是调查进度 改成调查进度 及后续处理 两个礼拜应该是可以支持 好 我们继续休息五分钟 叶委员对不起 刚刚宣布了 好 叶委员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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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труд 好 好 等一下有人會來面前發言嗎 好 謝謝 今天休息五分鐘 那你可以 除非是家裡有貨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可以用自我 他們的不管多人 他可能不是用 他就沒那個想法 他說無力試 對啊 因為他用所有的吃家 他就有什麼狂當一下 它可能覺得太多人 再上一orton 我覺得意義的法官應該要不敢一致 也沒辦法換一致 你這個時候想要出國人 他沒有假 各位我想說我們公務員請兩個禮拜 國內市價一定會問是發生什麼是為什麼 所以我想他不要光去處罰 黨官應該要連下一個 討厭處罰我的問題 他們是正點的 我早就跟他講說不准他出國 對他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我們公務員都可能說 國內這樣子請假請兩個禮拜 一定會問是會是 不是不是一定會問 對不對你請他兩個禮拜 你的老闆不會問 你不是兩個禮拜在做那個 幹嘛 你可以找他們那一家 他們那一家都回調這樣一步一步 都不用請假 為什麼這麼會 阿不就中午就中午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這樣真的有點超難有點失敗 哈哈哈哈 我會 你這紅色要不要再進去 要 給你 下一題給我們這個位置 吊座 第一張才再進去 對對對 我禮拜四 我禮拜四 站過了 你們有三天 你們有三天 大家打開 我不管 一下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你超級 新菜比方的桌上 你要訂六百 是 常委 謝謝 不是 人家這樣逼死 人家這樣緊 他們要 定不變 你是不是用逼死 後面就是一張 你這個口罩 看起來有點不保衡 沒有 你們看起來有點不保衡 你這個口罩 沒有 人家年輕 沒有 謝謝 沒有 我最常都趕快感染什麼 那些什麼 謝謝 我記得一件 是今年 有迷你 有在 抗皮啊 對啊 因為小的四歲 我都沒有 你不帶人家 看你 哇 你才三月就這麼多事情 對啊 不要說2020是病毒元年 之前不是有一個日本預言家說 台灣2021會有一件大事 那發現到底是什麼 你說日本預言黑色的衣服 穿黑衣服的那個對不對 對啊 台灣會有一件大事情 他是說台灣嗎 對啊他有說台灣會有一件大事 發現疫苗 他大事也沒有說好還是壞 對啊 因為目前大事是台灣的防疫是世界很難的 大事就是發現疫苗 台灣發現疫苗發明疫苗 發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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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我會覺得 蔡英文就是天命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對啊如果發明疫苗 的話哇 台灣真的就是 他真的 蔡英文就是天命 會怎樣 天命 但是有人看到他的八字命盤 他的八字命盤 并沒有說非常好看 對啊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除非他的那個八字命牌是假的 妳還會看八字命牌嗎 就很有趣 不會 我不會看 我只是說有人看著他的八字命牌 我們先找靜的看能不能換 靜的不能換 這時候始終交易是常來換的 後面還有一兩個 不是大家都應該離那裡遠一點嗎 我們要保持一公尺的距離 今天不是他說只有四個員工感 所以都沒有人去用過廁所 他們沒有去用過廁所 就是那個確診員工他有沒有用過廁所 他有沒有去吃飯 全部都一起可以 不過那是第二個被爆出來的嗎 就是完全公開的那個病例 第一個是那個放 那個音樂家 看應該算第二個 對對對 沒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支撐的那個 哇 金融界那樣 那個超慘的 他的名片怎麼都在 對 金融界整個都傳開了 名片 然後姓名電話 什麼的 對 我也要收到 我沒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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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那位把少爺家說 那一個很可怕 然後就看 他保版是這樣的 他女朋友是這樣的 他女朋友是這樣的 好 我們繼續開會 請葉玉蘭委員質詢 主席早 我請林主委 我們請林主委 請問不要說 我們請你 各位好 主委好 我看到你們這本 這本報告裡面 在第48月 出現一段文字 說真的 我看得還蠻 觸目驚心 因為我多年以來 一直都是在擔任 這個信品委員 這裡面 你们说党产会之所以认定复联会 是国民党附水组织的原因是 因为复联会成立之后 是由蒋宋美龄担任主任委员 常委员及其他重要人士任命权 都有蒋宋美龄掌控 而且复联会的很多主要干部 他们的夫婿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士 足之证明中国国民党曾经实质控制复联会的人士 我想请问请问主委 党产会以蒋宋美龄与蒋宋正的夫妻关系作为核心 来推演认定复联会与国民党中间的附随关系 这个是不是不折不扣的父权概念呢 我们其实是调查了相关的事实 国民党自己有妇女组织 但是国民党妇女组织还要由蒋宋美龄来号令 那这个主委如果说是其他人 其他人我觉得您刚刚的解释 或者等一下继续再讲下去的解释 我都能够接受 但是他是蒋宋美龄 蒋宋美龄至少不是一个隐形人 他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 甚至于在抗战期间他所扮演的角色 你说他是蒋宋正的副水主持 他的副产品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会同意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主体 蒋宋美龄他自己受过了美国的教育 他绝对他的很多的 你认为说他会受蒋宋正来控制 因为你们这上面用的控制 是很奇怪的用法 我们认定副水组织不是只有单一这个事实 我们还结合了其他的事实 譬如说如果蒋宋美龄他 他其实没有官职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他如何能够透过政府的系统 去收落军圈 很抱歉 他为什么可以耗殷所有的银行 以您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我们过去在民间司改会的 有一些若干的专案上也合作过 我觉得以您是人权律师出身的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 我们对于被告有利不利的证据 都应该注意的 这是司法的重要原则 没错吧 你们说你们又说这些人是有这些关系 但是就是没有去看 其实在副联会的很多的常委或委员 他们跟国民党也没有真正的 确实的真正的一些关系 你们这样子是不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就是委员提到48月我们说 四查烙军军事由妇联会及军友社所发起 依法需经申报核准 内政部查无当年的核准案 其实我知道 这个副联会已经送了很多资料给你们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点是 你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定义都发生错误 然后也没有把有利跟不利的证据反复的来调查 我觉得这是在民主法治国不可以忍受的 而且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是以我们中华民国的性别平等 是非常引以为好的 她说我们是亚中性别平等排名最高的国家 主委我必须要讲 你们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的将蒋宋美龄打为是 打为是蒋宗正的附属品 吴氏 蒋夫人当年几乎与世界父权先驱罗斯福夫人齐名的史实 为了政治目的不惜践踏 不惜践踏妇女地位 我觉得是可耻的 我们的报告没有委员刚刚讲的那些 好 谢谢你 我觉得根据党产条例本身的设计 你必须要先确定 必须要先确定 对象是政党附属组织 再来调查 他的财产是不是不当取得 最终才会命令移转 由你们认定的不当取得财产到国库 这是一个政党的程序 但是我们刚刚几位委员所提的 包括美会委员 还有前面很多委员都提到了 你们现在的这个程序 说实在的 有没有违宪之余都还在法院的审理之中 还在大法官的审理之中 可是你们继续任意的扩权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其实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在3月14号就已经裁决停止诉讼了 希望要申请示线 但是你们居然可以在3月19号 还命令要移转国有处分 我想请教一下 您人权律师 请问宪法有没有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当然会保障 当然会保障 很好 请问主委 你们的行政组分 现在有多少是还在行政法院审理的 有多少被提出事件申请的 其中还有多少是因为法官对党产条例 有违宪之余而提出的 其实在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有过 所以你们很清楚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您还认为你的这样子的3月19号 命令他们移转的处分 是符合程序正义吗 我们全部依法行政 这个付财组织的处分 并没有被法院撤销 所以他的诉讼典子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处分的效力 仍能在进行 所以经过最高行政法院也确认过 谢谢 谢谢主委 所以我再进行不当财产的任督 我觉得你要剥夺人民的 人民受宪法保障的财产权 除了必须合宪合法 还必须要符合程序正义 那我们既然有行政法院 就是要避免人民的基本权利 受到行政机关的不当扩权侵害 贵会还在 竟然还在 我们司法机关已经进行审理 还没有定案的空窗期 连番发动了写滴子序的攻击 很抱歉 我这个是引用媒体跟网络间的 不但不是依法行政 违背现代法治国的原则 更严重侵犯的司法权 是不折不扣的东厂行径 谢谢 好 我们继续请张其路委员 好 麻烦 其实我想今天 虽然我刚刚没有直接过来 其实在我办公室看很多委员的资讯 其实这个概念差不多了 其实问题也是非常接近 就是说我想我这个第一个部分先是从贵会的这个脸书上帮大家直接解 我想这个委员会其实还是有很高远的目标 其实这边有写2020党场归零 这就是贵会自己把它拟定的一个年度的目标 那你们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说你们已经开了81场委员会 23个公丁会 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工作是不好做 我承认是非常的不好做 而且现在目前你们这边也写 就是已经就是去追 这个所谓有768亿的不当党产 在追讨中 就是认定中 那其实我会想想 我现在是 我要问的问题 其实跟前面不会说真的差很远 就我们直接往下看好了 就是说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在这700多亿里面 就像光一个中营 这边就是有118亿了 其实这边我想前面很多委员也都谈了 我想在法院给的那个裁决的结果 就理由啦 其实我刚刚看到主委有回答了 其实都差不多啦 就一个公益跟私益之间的问题啦 就公益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在那党产会 就是说你们当然觉得说 这是一个转型正义去做的事情嘛 那但是私益的部分现在就是 简单讲就是 这个这些事情对 现在目前基本上都国民党 就是对国民党只要动下去 他这个地方就毁掉了 或者就是说他也很难恢复了 其实现在这样子 就是说这几个指标性的案例 这个 或者甚至我先下一页一起来看 这个现在也是法院裁定 就是一样的概念 就大笑大阿楼这边 我反而是这样想 就是说这法院的理由几乎都一样 一样 我们可以说白一点就一样 那如果现在我们的问题反变说 那如果每次进的法院结局都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先下 没有上回去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减呢 因为法院好像就真的 不会站在主委这边 法院基本上 他们对于冻结的绝大多数是支持的 有一个例外就是中营 但对于现在 要把不当党产移转为国有 或者要追征他的国有党财产 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慢一点 所以所谓公益不公益的争执 其实是出现在这一点上面 当然这个源头还是会出在说 他现在诉讼不继续往前走 他才会有这种停止执行的问题 所以源头应该是出在诉讼不往前走 那诉讼不往前走 又绑在那个大法官 什么时候要视线的问题 所以就是一层一层绑住 才会有这种本来 坦白说在行政诉讼的教科书里面 大概都没写那么多停止执行的事情 因为过去行政处分被停止执行 不过现在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策略 就整体现在执行的这个模式上 看起来就是走到这边就是僵局 只要是送出去 大概看起来党产会 虽然要所谓的目标定得很高原 2020希望把它给它归零 可是现在就实际来看 好像我觉得这已经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 因为只要同样的嘛 因为这个东西对国民党而言 它都是重要的 它要是少了这些 它就可能发不出薪水或者是等等 这一点一定要跟委员澄清一下 国民党其实它还有正当党产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它不能每次都说 它发不出薪水是因为党产会 这个说法我也不接受 因为它光政党部务金一年也拿两亿多 当然这个概念也没关系 就是就个案论个案他们也都可以说嘛 因为我这个被您动了之后 我可能后面的影响很大 甚至搞不好要是你们再输了 还要国赔等等 这些我知道这个麻烦 所以就是这个逻辑下的裁判 我想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党产会可能 你们的目标是达不成 但是这个是党产条例赋予我们的职责嘛 对 那好没关系 但是现在目前 其实这题刚才也有已经谈了 就是说现在到底还有多少 这样子这一类 很多嘛 对不对 其实刚才甚至也有委员帮忙 就已经整理出来了 就是多数 就是你们今天在追的 号称的七百多亿 其实多数都不是数中中 就是刚才那样子的结果 那现在的话 当然这个数字也出来 这刚才其实也有委员来谈 到底是一千四百亿还是一千两百亿 我们本来说 从媒体调的是一千四百亿 那没关系 就是说你们这边在研究 反正总之就是大概这个概念 就追七百多亿 现在目前只得到一千两百多万 或者一千四百万也没关系 这就 意思就是这样讲 我们还是觉得说 党产会已经快四年了 这四年的绩效如果是这样子 其实这是个大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说 我们先不关切你那个实质性的事 现在光目前的这个结果论 我们用结果论的话 这个主委会不会觉得是 还是有问题的 我想 为什么有这个机关 它背后的代表的时代的意义 跟这个民众的附陀是什么 要先弄清楚这件事情 再来看说这个机关是否是继续存在 还是 多数人民觉得这个不适合再继续做下去 我想这个是 我不说这个不能讨论 但是至少在我认为 我了解 这个我刚刚一直讲 这个去清理党产 其实以德国例子来说 他们的现状法案就直接说 那是最大功能 其实我们在公共政治上说 这叫做 symbolic policy 就是说 如果你玩到最后变成是说 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宣示 但我不认为 因为这个案子 这些事情 只要大法官那边的源头一起动 那么法院的诉讼 法院就是必须要往前走 他就是要有人输有人赢 那些证据就来到法院去攻防 就公开了 跟社会公开 现在问题是说 法院不跟你实质 几乎不跟你实质审理 然后被处分的人 他的答辩就直接说 比如说刚才有人就说是董场 都讲这些 但是有人真的实际上 拿那些内容出来答辩吗 他有针对我们提出的证据 好好的去面对吗 他没有 我们当然了 还是希望就是说 党产会 不 抱歉 就是我们还是要想清 就是说在这个策略上 因为你们既然是 也已经成立了这样的机关 然后走了快四年 我觉得还是要做出一些成果 否则的话 以目前来讲 其实大家可能还会 真的是很担心 我们甚至下一页 其实你们不只是 影响你们自己 其实你们也影响了 这个促转会这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 追回来的钱 要变成这个基金 现在搞到最后 可能你们是两个都要落空了 就是党产会这边也没有了 就是促转会这边 也不用玩了 所以其实这个 才是 我们觉得说就这样讲 就是说当然主委 你要是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 象征性的意义 象征性的政策 象征性的机关 那走下去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关切 就是说你实质 实质 今天你们要真的想出一个突破 这样的困境的方法 那甚至我们再往下一题好了 其实现在 当然刚才其实也有委员 垂巡的这一题 那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来龙去末 就是国法院的这个土地 那甚至往下 我想它大概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 就先跟台北市 当然我不是要为台北市政府说话 这个 就是说现在台北市 跟这个党产会这边 那当然现在党产会 看起来就是所谓呼吁 说你国法院 不是 呼吁台北市政府 这个 可是现在台北市政府 也是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依法行政 因为那个都省 很简单讲 他不管你 那个你是不是 不当党产 反正他现在 他依他的法 他依他的法 做他该督省的事 其实你也不能说督省这样子 不应该去做 其实之前 在 在最 发照之前 他其实 在去年的时候 开过两次的督省会 我们也去表达同样意见 那就把它搁置了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希望说 那为什么 去年 对因为现在 就突然就发照了 你们就互相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政治上的变化 这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变成说 也是你们会 常碰到这些案例的问题 其实我们反正关键的是 这个整个党产会 这边能不能往下走下去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的 因为你们现在 就是 在实际在执行的 那个程序上 你们碰到的这些困境 造成你们就是走不下去 那别的单位 像地方这些单位 其实也不能说 他们完全没道理 因为他就是按照 他自己 他的这些办法 或者是他的依法的部分 他就自己做 他要该做的事 就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大冲突 我们4月8号就针对这个案子 会再进行听证了 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往前推的 那就希望 你们真的就是弄出来 其实我也不觉得说 是地方政府 因为这个未来 可能对地方政府也是困扰 他今天帮他 督审完了 结果 未来甚至引进了民间的业者 要是真的又做完这件事 那到时候又再 所以等于说这个来 从所谓行政议体 政府议体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混乱 我们就是因为不想看到这个状况 所以在前两次的独审会的时候 我们都表达这样的意见 还好那时候 那时候 这个意见还被接受 还被接受 对之前被接受 那后来突然就 对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还是就是 希望你们当然会能够 尽数啦 能够尽数 他现在问题是监察院 又对这个案子的这个 这个又有意见 又跟台北市政府提纠正嘛 好那反正 这个 党产会的整个这个运作 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 执行的这个效率上 我们也希望 不然的话这四年 大家纳税人拿了那么多钱 这个事情要是最后 又是无疾而终 其实也对不起国人 好谢谢主委 谢谢 继续我们请吴清明委员咨询 好主席 我们一位我们同仁 请我们的主委 请林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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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主委 好主委 主委 党产会的成立到现在 已经将近四年了 但是我看到 这四年来 我们的成效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及格 尤其760亿 都不当党产 不当党产 所追回来的 才一千 好一千二还是一千四 那这个成绩 在这四年 快将近四年了 主委你认为 这样的成绩满不满意 我当然不满意 但是刚才一再的说明 就是这些案子 我们处分了以后 被处分的人 他去法院诉讼 那么案件都 目前还卡在法院诉讼当中 那法院的诉讼 坦白说 也不是我们能够主导的 因为当初要成立的时候 大家吵得慧慧痒痒 全国的民众 大家都在期待 期待过去的不当党产 过去的国库 通党库 所以这是全民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大家都有这个期待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党产会 处理的态度 跟交出来这个成绩 奔起看了 真的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未来 我希望主委 未来一定要有积极的作为 财人符合我们签名的大家所期待 那你对未来的规划 要怎样去推动 怎样积极去做 这是我们未来 所要看到的 是不是主委 你来说说明好了 我们从成立开始 我们第一个任务 其实就是尽快把 可能是不当党产的部分 能够尽量能够 先把它冻结 不要让它再做不正当的运用 所以第一阶段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做了许多的负水组织的处分 负水组织的处分的法律效果 就是冻结它的财产 让它不要再去外面不当的使用 那么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 就是 这些负水组织的财产 到底哪一部分是不当 或者是全部 或者是一部分 那我们要 把相关的档案调棋 相关的证据背棋之后 我们才能做第二阶段的 不当财产认定的行政处分 所以未来 我们就会继续在调查的这个部分 再继续往前走 那至于 之前已经做过那些处分 很多都已经进了法院 那法院的部分就是 有些法官他去申请示线部分的 那申请示线之后案件就 就停止诉讼 所以就没有办法往前推 那现在大法官那边 其实他收案已经收了 刚刚也有讲过了 就一年多了嘛 那我也认为大法官解释的时间 出来的时间也不会真的很久了 那等到大法官那边解释出来 这个诉讼的部分就可以往前推动 那到底我们提出来的证据 对不对 能不能说服人 我觉得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有一个 这个法律上的攻防 包括事实面的这个论辩 我觉得那个对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展示嘛 那另外一面就 这个是诉讼的部分 另外一面就是 我们现在还继续在调查 包括刚才有几位委员提到的 包括刚才张其乐委员提到的 那个国法院案 我们下个月 4月8号 我们就会再进行下一次听证 那听证的结果 如果相关的证据 也经过这个被处分的那边的答辩 那我们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就进一步做行政处分 所以就是两边嘛 好 主委 本席也知道 因为都卡在法院 那法官的视线 大法官的视线 那变成说我们这个案件 都是一直延宕 那民众 他以前大家都 非常对我们党产会 是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们现在 这快将近四年 真的没办法交出成绩来 那也太对不起全国的民众 尤其我们每年手边的议算 每年的经费 可以说让我们党产会去处理 那我们都知道 因为每个案件都要经过法院 那法院都是一个非常的漫长 所以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去突破 不然就 大家当初的期待 就会变成一个落空 那本席在这边 我也很清楚 因为刚才也有人讨论说 互联会 互联会本来以前的绕境间 那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民众 那为什么会在互联会身上 当然有很多 不公不正的 我们就要转型正义 那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现在最期待的 就是民众的期待 要我们党产会 做出成绩来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加油吧 谢谢 好 谢谢 主席 谢谢 我们继续请汤慧珍委员直询 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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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很尴尬 不管哪个政党 都 对你都是压力 当然国民党的压力很大 因为从 他们执政开始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 获取这些党产 是透过无偿 或者是 没有相当 对价的方式来取得 现在我请教 现在我请教一下 调查过有不当党产的 有哪一个党 曾经认定的 大概就是国民党的部分 只有国民党了 因为执政相当久 我想我们 其实在民间的认知来讲 也大概只有国民党了 要有执政的优势才有机会 是 所以过去都利用一些 不当的手段取得 他们刚刚也有讲说 是捐赠的方式 那不乐之捐 很多是不乐之捐 像刚刚还有复联会 可以获得很多的捐助 是因为 其实对民间的企业来讲 民间的团体来讲 都很多的压力 如果不捐的话 会有一些不当的对待 这个是大家 无法取得外汇 对 所以我想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 所有 我们的这个 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的 这个委员会 是压力真的很大 那我们是希望说 在 这一段时间 三年多了 三年多来 你们现在有受到的 一些挫折 就是经过 停止执行 经过停止执行 然后 它 内容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两个部分 你刚刚讲一看 就是两个部分的 这个裁定 就是第一个是 停止执行 是因为什么原因 停止执行 停止执行 是因为 受处分人去申请 那法院 现在讲的 主要的理由 就是说 这个 我们处分的 精神很庞大 万一到时候 诉讼 这个党长会输了 以后要国赔 要什么 很麻烦 金额当然庞大 对不对 当然很庞大 但是这个理由 其实很少 在这个行政法院的 裁定里面看到 是啊 但是在 党长会相关的 这个停止执行 财定里面看到 是 很少看到 另外就是说 那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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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党产 这个是 这个公益可以慢一点 公益可以慢一点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是现在做 还是等到 这个 这个诉讼完成 再来做移转 这个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您是律师 背景出身的 那一般 在坊间 不管 律师也好 或者是 那个法官也好 针对这样的一个 裁定 所以我刚刚也说 所以 包括这个 党长会现在面对的 这个行政处分 被停止执行的案例 在行政 诉讼的教科书里面 大概也很少看到 因为 行政处分 一般是行政机关 做的处分 那就去执行 比如说 我刚刚也提过 苗栗的大浦 张药方案 那不是处分的 处分就是拆除了 那你要去 去法院诉讼 去行政法院诉讼 那你去诉讼 等你诉讼盈而 再来跟我政府讲 那行政法院过去 都采取这样子的 这个标准 可是碰到 党产的诉讼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就变成 说 你这个 这个执行可以慢一点 这个执行可以停下来 这个机能很大 到时候 要国家赔偿很麻烦 如果发生什么变化的话 就不容易这样子 据主委所知 我们在司法界 或者就 我们检查系统 会 支持民进党的 有多少 比例上多少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说这个 要有相当的证据才可以 我刚刚只是提说 现在的行政法院 对于党产相关的诉讼 相关的行政处分 停止执行的 那个标准 在过去好像没有见到 在过去的案例 大家熟知的案例 申请停止执行 通常都是 都是不会停止执行 就是行政处分 都会继续走的 那就是在 党产相关的行政处分 才看到行政法院 就好像 非常惯性的停止执行 对 没有压力 那这是很 很奇特的 这个法官没有压力 你知道 他觉得他这样 这样裁定下来 完全没有 这个舆论的压力样子 那 那主委你会想要用什么方法 让 这个有一些民间的压力 我现在想到只是说 因为毕竟啦 我们做每一个处分 你有大量的资料 那我们会设法 我刚刚也提到 像黄世伟委员在讲的 我们也做展览 我们也把档案出书 上网 然后我们也自己成立 脸书的粉丝业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 这些复杂 大量的 这个 这个处分相关的档案 那能够让多数的 更多的人看到 为什么我们会做 这样的处分 是因为我们 找到什么样的 以前不公平的 以前有问题的 这些相关的档案证据 那个不是党场会说的 那是党场会去找出来 存在 以前我们 很多都是在政府机关里面的 长期在档案库里面 那其实找这些东西是 是要花很多时间 真的不容易 现在公务员不知道 民国45年的公文 一定没有见过嘛 那光是他要去找 如果他没有数位化的话 光是他去找 那他到底找到什么成功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有时候还有点运气 对 不容易 但是 像已经明明都已经调查出来 确实是不当党场了 结果 因为法院的裁定 现在又送到大法官去视线 那个 我想拖延的时间 真的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会看到曙光 所以我一直在想 民间的声音 一定要有 那怎么样让民间发声 你们会不会 因为我们律师一定有 我想在野的法潮嘛 那个律师 也有正义的律师 要不要透过各地的律师 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想 每个地方都讨论 声音会不会大一点 当然只有靠我们 这个 我们委员会这边 真的是 太不容易 声音很小 会被很多声音 掩盖掉 淹没掉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是不是透过 律师 每个律师 那个 比如说我们是 各个县市的 有一个律师工会 会找几位律师 正义感比较够的 一起来讨论 让它去发声 可不可以这样 那建议我想 我们都来研究 看看怎么做 其实我们有做 在网路上做 已经有做了一些 那我们也有学术研导会 定期有学术研导会 我们有学术期刊 用各种方式 刚才委员提到 那个当然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律师工会的系统 对我们怕声音太客气 那个所有在 这个主政 这个裁定的 或者是大法官解释的 他们都大家都听不太到 因为没有 没有发脾气 没有放大声量 所以他们还是感觉 所以他们还是感觉 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那我不晓得说 你现在获得 已经支付的 1200万 或者6500万 这样一个金额出来 是什么样的案子 终于让你们 有一点点小小成绩 其实我们就是有去拍卖了国民党的一些不动产 是拍卖 为什么可以拍卖是还没有停止执行的时候 已经先拍卖了 拍卖完之后才停止执行 是之前已经做完的 OKOK 那是还好来得及 对 后面就完全来不及了 因为有些案子的停止执行 他拖很久才停止执行 这个也是很怪 为什么拖了半年才停止执行 这个我们也不懂 OK 所以前面会已经有执行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 还会有执行的金额 就是已经有执行 那以后的案子都会这样子 都会被他停止执行 然后跟公民无关 所以我说重点还是 关键在意 还是在那个大法官的事件 如果大法官那个节 一打开之后 那你法院就没有停止诉讼的理由了 那既然诉讼往前走 你为什么要停止执行 那就是应该输 那这行政处分对或不对 你法院给个结果嘛 民众等不起 关心的民众 真的是一直在追进度 所以所有的 已经追征到的 或者已经在进行的 应该做一个一栏表 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网站 我们的成绩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都没有 那其实在我们各县市 各乡镇市党部 各县市党部 过去国民党都很多 很多的党产 或者是 有些强占的 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盘点过 有 有盘点过 我说明一下 我们清查过国民党 几乎所有的不动产 到去年为止 我们看到国民党 有228个办公室 大大小小 民进党25个 光听到这个数字 你就稍微可以理解说 这个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执政的政党 只有25个办公室 一个在野的政党是228个 对 它的十倍超过十倍 悬殊的差距 对不对 所以要用大家的声音一起来 呼吁大家来重视 让在主政的法朝 法官 也要了解 有压力 不要完全没压力 好 那我想那个 德国的信托登记的那部分 考虑看看是不是 那是把立法的时候处理 那个立法上面他们就是 直接信托了 我们要不要修法 我也是一直说 有没有准备研究修法 也就是我们当然要立法的时候 其实已经蛮自制 太自制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去接受馆长访问一次 声音就会很大 来 我们请亮丸如委员咨询 主席 我请一下主委 好 请临主委 喂好 主委请问现在中华民国几年 109年 109年 2020吗 你们习惯讲2020 我们的元首 有一次在重大会议当中说 台湾70年 70年 所以认知只有差距 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两个政党当中 国民党变成在野之后 民进党执政 尤其是全面执政 过半数的执政之后 直接成立这个 不当党产委员会 你觉得合理吗 法当然是OK 你觉得合理吗 你刚刚回答的问题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中央国民党有228个办公室 民进党执政党只有25个办公室 现在一个民众党有一个办公室 哇那差距就是天差地别 对不对 其实民主政治法治国家 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当民进党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当中 也建构一个政党补助法 对不对 让一个小党 慢慢从得票选票当中来建构它 所以今天25个办公室 得来也不容易 中国国民党228个办公室 也不是都是A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像很多办公室是 或许土地你觉得有争议 但是建物很多都是地方人士捐款的 当然你要解读说不乐之捐也可以 但是那个时代就是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请教你 整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当中 从清理法来当中 现在法不用讲 因为你们成立了不当党产委员会 已经有清算国民党 一个原则 从方法上 冻结所有的账户 然后扣押所有的土地 慢慢查 从2016年 成立到现在几年了 四年了 那成效就是收到 拍卖了1200多万 1400多万 从法当中你们都站得住脚 但是从理当中 我是想 我刚刚讲了一句话 台湾70年 你切割的就是民国38年来 民国38年之前的台湾 台湾从民国38年走到现在 现在变成台湾这块 这么宝岛的地方的时候 一路走来怎么来的 蹦出来的 对不对 也是一路一路经过党产 你们在清理国民党的不动产之外 你为什么不讨论一下故宫怎么来的呢 那怎么不还人家呢 那东西你仗为己有 国家仗为己有 当有人有一天要跟你要的时候 你要不要还 所以政党之间 很多民进党认为说 我们要赶快处理 弄国民党的党产 没有错 国民党也很多人说 这个机关是什么机关 清算斗争 把共产党那一块学过来 清算斗争吗 对不对 从阿扁时代 监察院也成立了 那个党产的清理 那时候黄黄雄 也是前主委来主导的 该还的还 你现在用扣押的方式慢慢来查 你说从文史当中可以查到很多 对这就是历史 当然违法的你去办 我们也不反对 对不对 但是一个原则 要让国民党党产归零 这句口号就是 太多含义了啦 那这个从勤立法当中 我再讲一下 勤的问题 你一下子 不让党产委会把 人家的账户 国民党的账户冻结 把所有的土地都扣押住 那那些临时 被你出这一招的人 很多退休人员 听说2016年的11月 你们同意把每一年 国民党还有一些退休人员 还有一些之前人员的费用 要他们那时候退休只有领四成 还有六成薪都没有领 退休金都没有领 那时候不当党产 当然不是你当主委的时候啦 也不是你当发言人 也不是你当什么的时候 那时候有承诺 该给人家的退休金每个月 但是扣了十几亿 每个月该给人家的给人家 退休金该还给人家 你们再慢慢去处理 国民党该借钱来过日子 我们也同意啊 为什么从2016年承诺到现在 一句话 那就是十几亿扣住嘛 结果呢 退休金没有领的 人家七老八十了 都七八十岁的 你靠退休金 国民党过去的党工 靠退休金吃饭的 现在也没有办法生活 然后呢 你们2016年临时 这样不当党产 全部扣押 全部冻结的情况之下 领不到退休金的人 现在有没有意愿想处理啊 好 针对党工这件事情 我先声明一下 我们都支持党工 该可以的程度 我们就尽量 他们退休金我们算不出来吗 退休金的部分 退休金支遣费 还有月退 包括什么18%都有 现在国民党给的资料是25亿 那25亿 我们曾经跟国民党谈过 每个月嘛 我们跟国民党谈过 好 那我说一下 我们跟国民党谈过 他们希望说 我们能够就党产的部分 能够支应这25亿 那我们曾经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们已经认定 中央投资公司的股权 要移种为国有 那国民党在跟我们诉讼 我说好 那解决大家的问题 你把国民党 把中央投资公司的股权 过给国有 那我们就来协调 由中央投资公司的资产里面 来变现 然后来支应这25亿的 你讲的很好 变现 国民党 228个办公室变现之后 你们就可以拿到25亿 而且 你不想从中投 国公司来处理 你可以从不动产 我是觉得 那么所以今天 今天报纸中了吧 时间到了 因为我被本位委员 时间到了 我是一个原则 从勤的当中 这些年纪大的党工退休人员 每个月该支付的 每一年该支付 我们已经给了条件 国民党对这个部分 他就是 条件就是 给一分钟 让国务把他讲清楚 好不好 对 中投所有的党产 让你变成国有之后 拍卖处理完之后才发 那个大概又要再等4年 我连前面同意都不愿意啊 对啊 那问题是你这样 你那个淡书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六成都欠着六成新的退休金 那个支遣费 那这些都不结算 然后就拖 然后拖到最后 不是我们拖 我们条件都开了 然后甚至我们说 如果你不想从中楼公司来处理 你可以就你不动产 来申请我们变卖之后 那能不能从 我们也同意了 所有扣押十几亿当中 先解冻还给人家呢 没有 你就来申请我们就会准了啊 从2016年11月 你们同意到现在还没有领得到 我们其实已经发了快十亿了 就是从国民党的钱里面 当初最早的时候 已经发十亿全部给党工了 现在还缺25亿 所以我们本来说 那你从中楼公司来 这样子会足够的 国民党就不回应了 那我们说好 十亿是之前现任党工领事成新啊 对啊 这是最早的嘛 对啊 对 那我说要解决问题了 不是一直骂我就有用吗 我不要讲 像你们已经拍卖了 一千两百多万或一千四百多万 我是觉得暗月嘛 那个之前被还给人家 那退休就暗月 去年年底 每个月的薪水都一样嘛 去年年底国民党来申请 有拍卖了一些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他们就去分了 很少钱 那我说 国民党你就大气一点 你把其他不动产 比较有价值拿来申请嘛 你不来申请 一直怪说党长会挡住 你不要去 你要等人家来 所有拍卖创开给人家 我的意思是冻结的现金 你就暗月给人家退休 没有冻结的现金了 已经没有冻结的现金了 您的资料是错的 好 那个我整理一下 那个主委您先不要回座 就是说 目前并没有冻结现金 而不发退休金 那冻结账户已经是零了 那只要国民党来申请 任何一笔不动产的拍卖 而去支付退休金 那我们要先看看 那个不动产有没有问题的 对 如果那个来源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就 那会找到 没有问题的让他们拍卖吗 我们会啊 会啊 他们自己知道 我看你主动告诉他们 拿几个item可以来申请 那请他们来申请去mine 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会来处理 好 所以并没有卡在党产会了 好 谢谢 好 我们继续请 洪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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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林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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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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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马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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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杨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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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陈娇华委员 请 主席我们请主委 请林主委 委员好 主委你好 主委我今天要咨询的题目 是针对政党的党产 针对国民党的党产的部分 那刚刚有听到这个钟头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钟头是属于国民党的党产 那请教主委 中华开发跟东顶公司 是不是属于国民党的党产 根据我们的了解 他们曾经持股过 但是现在应该不是 现在 那现在跟曾经的区别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已经处分掉了 就是没有这个股份卖掉了吗 卖掉了 那卖掉的那个部分如果有争议 对 如果他卖掉了 然后有拿到钱 然后我们发现说他之前取得这些股份的资本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追征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 就是在那个 我们看下面 在这个东顶公司 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产权在105年卖给钟油 那钟油就在 关塘工业区要开发天然气的三阶工程 那这个取得 是有一些争议 我们再看下面 就是刚刚问过中华开发曾经是 好在下面 那中华开发是确定是 那在下面 东顶是89年 他的股权是给中华开发 所以刚刚问到的 就是说曾经是党产 那现在的争议就是在90年的时候 曾经都是海 就是在关塘工业区的这个部分 曾经都是海 然后也没有土地藤本 那那时候呢 国有财产署 就把那个 关塘工业区的这个土地 就卖给 这个东顶公司 就是年 年间 那那时候卖的价钱大约是10亿 10亿 那那个土地的取得 就是说每一瓶的土地 大概只有两三百块 就是 就是有一点 涉及就是 有贱卖啊 或者是有 就是没有公开透明的 这样的销售了 所以这个土地的取得 虽然后来 后来这个东顶公司的这个整个公司 我们再看下面 它是卖给中油 那中油是以22.8亿 来收购这个东顶公司 那现在从105年到现在 最大的争议就是 这个东顶公司原来是 东地市 陈友豪这边 那这个开发 关塘工业区跟关塘工业港 因为都是在90年以前 就通过还评 那中油105年取得之后 就就开发 就要开发 那目前是 有通过还评 通过都市计划 还有通过工业港 这些审查 不过因为 小英总统 他是曾经承诺 这个要保护 这个藻礁 这个珍贵的藻礁 因为这个是有7000年的 这个生长 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 一级保育类的动物 下面我们再看下面 现在就是说 因为在土地的取得 在东顶公司在 在这个土地的取得 当时的这个国有财产署 当初应该是国有财产局 就是说这个买卖土地 这个有私相授受 那那时候的土地就是 因为这边是海岸土地 也是不能由私人去购买 那我们质疑就是说 当时是因为 东顶公司 让这个中华开发去 这个买下东顶 然后他们才有办法去 透过一些这个 关系 政党关系去买到这个土地 所以现在就是要请教主委 现在中油去买到这个 东顶公司 然后要开发这个 关塘工业区跟 关塘的三阶天然气 这些工程 还有工业港 那在环平的时候是 专案小组是退回了 那那时候的争议就是 环平大会 就是去通过了 那现在是还没有 这个整体的开发了 不过就是因为这里有涉及 不当党产的这些交易 那请教主委 是不是可以来调查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涉及 一些违法的部分 之前就东顶公司的部分 其实也有人来检举过 那我们也进行相关的了解 那至于 整个党赢事业的持股的变动 其实我们都在了解 因为这个主委 没有就是监察院有请 请问这个委员会的意见 但是只有针对中美和 那个不当党产的解释 是有回复了 那东顶公司这一笔土地 这笔交易的争议是没有回复 那这里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进行调查 然后 是不是可以在多久时间 可以来让本席 我很难可以委员一个清楚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再来了解 那再了解再调查 所以这里就是因为中油 现在已经要开发了 所以这个是有它的急迫性 所以请主委是不是可以尽快 来做调查 那再来我们看就是 就是因为 现在很多开发就是涉及国有土地的问题 那有一些这个土地的取得 或者是开发案的环品 其实都有一些 有一些背景 所以是不是请委员会这边能够更广的去做一些了解 尤其是针对涉及有党产的部分 不只是资金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开发案土地的争议的部分 那这里也拜托 如果有相关资料欢迎提供给我们 好那谢谢 继续请 我们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外 其余均已发言完毕 巡答结束 委员林文睿所提书面直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令与书面答复 本月委员所提直询为其答复的部分一起并书面答复 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总共三案 我们一案一案宣读处理好了 好来看第一案 第一案 委员会员等事人提案 为落实国家转型正义目标 请不当党长处理委员会 于两个月内提出案件调查成效 经济措施书面报告 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 好这个就跟原案的文字是 经济措施改成措施及对策 这样好吗 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 来请宣读第二案 第二案 委员王美惠等事人提案 请不当党长文会积极作为 厘清教国团是否和当初是否合法 买下台北市进华区五平地 后续又利用台北市五平地与国有财产署 换取加一市的国有地 并依法追溯不当党长土地落实转型正义 将此案调查进度及后续相关处置方式 与两个星期内送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 好就是在第四行积极作为加一个为 然后最后一行报告改成进度 然后送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这个主委应该可以啦 因为是进度嘛 跟相关处置方式 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 第三案 第三案委员审发会等事人提案 不当党长土地委员会 成立至今所调查这案件 应同版检讨中央地方政府 及相关机关配合情形 并研理修法对其可以协助 或配合责任之可行性 于一个月内提供检讨书面报告 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 好这个有建议文字 有跟委员沟通 就是第二行并 研理到那个第三行可行性的部分 我们删除 然后最后加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可以吗 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 那么我们明时提案也处理完毕 那我们本次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先来散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